- 幾公斤啦- 不要每一次開頭就要講這個 - 我剛剛就在聊喔 - 剛才等一下等一下 先等一下 - 我們等一下還沒錄 你先不要講 - 好 - 欸 你要這講的變得很煩啊 - 威威到來 - 來來 威威到來 威威到來 - 就是本週五的時候跑去找王醫師 - 就之前 - 誰知道本週五 - 我們錄影今天禮拜天 - 我就說威威到來 - 啊 前天就前天欸 - 前天找醫師要來減肥 - 王醫師就是去年我們他就是 - 減得很好的時候是因為參照那個醫師的食譜嘛 - 然後因為後來我就太久沒見他 - 開始就覺得人生減肥也是不難啊 很容易啊 - 對啊 - 所以我就開始 - 你也覺得都在 - 對 就經過王醫師那個方法之後 - 大家就覺得減肥不難 - 減肥什麼東西兩三個月就瘦10公斤了 - 對對對對 - 所以我就毫無顧忌的一直狂吃猛吃 - 就一直創人生新高峰 - 狂抽猛差 - 人生新高峰 - 真的是新高峰 - 我從來沒有這麼高過 - 好啦 多少啦 - 年近40的我在減肥 - 不知道會不會很困難 - 來啦 - 我們每年都要聊減肥 - 然後每年都在減肥 - 就沒有一次是成功的是不是 - 嗯 - 多少啦 多少啦 - 高峰是多高峰啦 - 因為我們後來都知道 - 減肥最重要是體脂嘛 - 我先講我的體重啦 - 就是70以下 - 70以下 - 那有69耶 - 人家25也是70以下 - 你69.9也是70以下 - 只差0.6就可以達到70 - 所以就69.4 - 迂迴 - 迂迴個屁啊 - 好像大家的算數啊 - 難怪你最近都不跟我講 - 但是可怕的不是只有自重 - 69咧 - 他在暗示你啊 - 我在暗示你啊 - 我不敢面對啊 - 算你啊 - 這不要跟我說 - 69的話 - 那你應該要在 - 晚上的時候跟我69 - 不然你在9的位置有點危險 - 會被他壓得有點窒息 - 悶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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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脂還是最可怕的 - 我人生沒有那麼高過 - 體脂我先問一下 - 那個爸爸比多少 - 我通常都15以下 - 悶絕 - 超厲害 - 他很精實 - 那個真的很精實耶 - 對 - 我之前有兩個也是10 - 想要19 - 19 - 19 - 你現在量應該又比較 - 你應該又比較 - 應該又回去1點20 - 是嗎 - 因為你一直都在跑步啊 - 男生大概都10幾啦 - 男生 - 是嗎 - 男生都10幾嗎 - 男生正常應該是10幾 - 我沒有啊 - 大差那麼多 - 欸 - 我今天早上量28 - 不是 - 28沒有說 - 比較好3 - 她剛剛笑笑 - 欸 - 超得意 - 28 - 28 - 男生沒有什麼好得意 - 男生還在3 - 欸 - 男生之所以體脂比較低的原因 - 是他沒有胸部跟屁股 - 啊肌肉量也比較高一點 - 對 沒錯 - 所以體脂比較 - 通常比較低 - 所以男生應該都10幾都很合理 - 要10幾比較合理 - 15以下比較好啦 - 15以下就是很不錯 - 那真的有在健身的 - 可能都是各位說的 - 對啊 - 像那個健人蓋液好像有3還5 - 反正他成績很低過 - 嚇死 - 哇他全身都是肌肉 - 對對對 - 非常低 - 哇 - 啊那裡要多少 - 我們要參考 - 我們先參考別人 - 一般人 - 然後最後來聽聽這個大羅寶寨下大 - 里伯大概多少 - 你是說體重還是體脂 - 體脂 - 體脂我是25 - 25妳比賽都會挨低耶 - 女生是有胸部跟屁股的 - 對雖然里伯沒有什麼胸部 - 但是至少還是有胸部喔 - 25喔 - 你幹嘛搶我 - 25喔 - 25 - 沒有 - 搞不好 - 中漢胸胸部已經比較大了 - 我正想說回過頭來 - 他應該也有胸部跟屁股 - 有有有有 - 有胸部有屁股的喔 - 對 - 2525 - 25 - 然後我們公佈一下大羅寶寨的體脂 - 心高是多少 - 36.8 - 36 - 掌聲鼓勵 - 掌聲鼓勵 - 這是什麼概念 - 不用拍手 - 泡泡人 - 36.8 - 不用驚訝 - 猜中看28 - 對 - 里伯25 - 嗯 - 嗯 - 胸部才15以內 - 對 - 我也大概18、18、19 - 嗯 - 也36耶 - 唉唷 - 是啦 - 我們現在問得歡迎 - 太聽和太看 - 我們今天不代表本台立場 - EP - 50 - 壞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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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掌聲啦 - 掌聲 - 今天由我們的來賓 - 胸部 - 謝謝大家指教 - 只教 - 算是第二次來對不對 - 對啊 - 掌聲啦 - 感謝啦 - 感恩啦 - 居然還有這個機會 - 大家來削齒的啦 - 對 - 削什麼 - 削齒啦 - 上次覺得沒講好啊 - 對啊 - 恥辱喔 - 不會啦 - 大丈夫能屈能伸 - 生什麼好東西啊 - 你給我講什麼成語 - 你下面能屈能伸就好了 - 你一直在屈啊 - 下面一直在屈啊 - 也不伸的啦 - 都凹進去了 - 沒有 上次那一集 - 點播率是不錯的喔 - 真假的 - 你有大阪嗎 - 對 - 可是大家聽完可能會不會很失望 - 不會不會 - 很多人都因為是要去大阪玩 - 然後聽我們那一集 - 然後開始做筆記 - 然後真的有 - 有Take你們啊 - 有Take大陸寶 - 有Take我們啊 - 也都 - 我不會看的 - 有啊 - 我去吃了什麼五感嗎 - 什麼龜王 - 龜王 - 記錄成什麼 - 那個動物園對不對 - 對啊 - 遊樂園 - 都有去啊 - 不錯啊 - 那不錯那不錯 - 但抱歉上次錄完說有點懊惱 - 他很懊惱 - 他是有一天在騎機車的時候說 - 我真的是懊惱 - 怎樣 - 我做了這麼久的交通功課 - 我竟然沒有好好講這樣 - 喔 - 交通功課喔 - 對 - 你不要這一副 - 你不要這一副 - 你不要一副覺得 - 你沒講過的樣子 - 可是我回去就把檔案刪掉了 - 太難過了 - 交通會比較複雜一點啊 - 但我覺得你們可以再多 - 你們剛去回來嘛 - 又去 - 等一下人家會說我們又去 - 又去啊 - 是啊 又去 - 沒有啦上次已經是看櫻花了 - 四月了 - 一陣子以前 - 一陣子了 - 四月 - 你們就是去是幾月 - 九月吧 - 快半年了啊 - 合理啦 - 難怪你會心高欸 - 你去那麼多天回來 - 你去幾天 - 其實我去日本反正是減肥的 - 為什麼 - 一直動啊 - 但你也一直吃啊 - 因為我們發現 - 幾萬步啊 - 我們每天大概就是走至少兩萬八到三萬 - 至少對啊 - 我們每次去也是 - 差不多 - 我們都在兩萬多 - 可是我們其實很少在吃欸 - 就是我們很少去一間店好好坐下來吃 - 我們很少吃正餐 - 都在趕行程 - 對 - 而且我們很喜歡吃甜食嘛 - 我們就會買好 - 在路上邊走邊吃 - 邊走邊吃 - 邊走邊吃 - 人家說不行 - 這不行吧 - 這私隔旅人吧 - 你好歹說一下我們旁邊路 - 路上走下來的時候站著吃 - 對嘛 - 你就算邊走邊吃也不能講出來嘛 - 對不起 - 你就算邊走邊吃也不要拍嘛 - 都欠罵嘛 - 你就欠罵 - 她喔 - 私隔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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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買了一堆趕行程嘛 - 買這間買這間 - 然後找個凳子桌 - 路邊站著吃 - 路邊站著吃 - 還是公園的椅子這樣坐著吃一下 -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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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好好 - 然後那個垃圾絕對會有收手這樣 - 對對對對 - 沒錯就跟阿嘎講的一樣 - 我們是這樣子的 - 對對對對 - 施言啦 - 施言剛剛沒講好啦 - 我誤解 - 算是施言 - 算是施言 - 這次去幾天 - 五天 - 五天 - 才五天啦 - 五天四夜 - 我覺得你們去很久 - 才五天 - 我們在那邊趕什麼 - 趕入什麼什麼存檔 - 他們每次去都是十天什麼的 - 想說要去很久 - 主題不一樣啦 - 賞音賞風 - 那個當然時間要拉很長 - 要慢慢慢慢然後這樣放 - 我們這次玩得比較還好 - 對 這次已經有目標性了 - 對對對對 - 是要做什麼 - 當時那時候就是要回去大阪看祭典 - 回去 - 回去 - 回鄉 - 回鄉 - 回祖國啊 - 因為身為大阪人 - 怎麼可以沒有參加過大阪的祭典呢 - 是是是是是 - 你們上次去那個看櫻花嘛 - 後來我們那個禮貝這一次 - 我們有兩個人去 - 就我生日的時候他把我拉去大阪 - 也去去了幾天四天是不是 - 三天吧 - 去了三天 - 怎樣 - 我們可以跟妳聊大阪人可以講嗎 - 很棒 - 三天就可以跟你聊了 - 那大阪今天的重點先撇一邊 - 大阪是什麼 - 重點是36.8的體脂 - 好好好 - 這個好了 - 我們全情提要 - 剛剛不是講完了嗎 - 所以你要有目標 - 我跟你講 - 我已經有目標了 - 好來來來 - 我就在這邊畫就繞在這裡了 - 好喔 - 來來來來 - 錄音存證 - 來來來來 - 三個月就是減到60 - 應該還行吧 - 三個月從69到60 - 對對 - 但重點是體脂 - 合理 - 體重合理 - 合理嘛 - 體脂就掉到25以下 - 體脂很難喔 - 現在禮拜25嘛 - 我就掉到25以下 - 太難了 - 太難了 - 不可能 - 要不然體脂四個月 - 再努力一個月 - 不可能 - 四個月你要碰到冬天 - 然後又過年喔 - 那個吃火鍋 - 那個跨年喔 - 那個聖誕節啊 - 那個聖誕節啊 - 所以大家當見證人 - 如果我吃東西趕快拔了 - 過年前啦 - 過年前一定會 - 過年一定會大吃嘛 - 讓你過年前受一波 - 要趕快先受火 - 不然而且過年會看到很多人 - 很恐怖啊 - 趕快先受 - 過年前是二月 - 我記得明年是二月左右 - 二月 - 現在十月 - 十月嘛 - 十一十二一二嘛 - 四個月差不多嘛 - 差不多過年前 - 二十五以下 - 二十五以下 - 三十六也要掉到 - 二十五 - 你要瘦十一的體脂喔 - 體脂喔 - 體脂喔 - 不是體重 - 體重我搞不好兩個禮拜 - 可以瘦十公斤 - 體重不難 體脂最大 - 那體脂是要瘦什麼才瘦到體脂 - 你的體內脂肪會 - 脂肪啊 - 所以你要做什麼事 - 吃 - 蛋白 - 吃 - 好好吃 - 增加肌肉量 - 對 - 可是增加肌肉 - 你的脂肪不會不見啊 - 我覺得因為每個人的體脂不同 - 我的體脂剛好有點另類 - 就是明明三十六看起來 - 應該會是死胖子喔 - 你是不是啊 - 等一下 - 我們這個第一集錄影喔 - 我們因為有存檔 - 所以我們在錄的當下 - 我們第一集錄影才剛出去 - 然後你就坐在Bobby這個位置 - 你一堆人在那邊說 - 是不是發福發福 - 對了發福了 - 有人還幫你護航 - 還幫你護航說 - 怎麼大老婆坐那個位置 - 那個鏡頭會被拉長 - 很吃虧 - 沒有 - 沒有 - 不是非戰之罪 - 不是喔 - 今天Bobby坐就會知道 - 不是瘦的 - 你被坐這邊 - 他還穿得很膨的外套 - 有嗎 - 沒有 - 他就是胖子 - 所以你還故意叫他坐那邊 - 就是想像他胖子嗎 - 我今天讓你很好 - 讓你坐正中間喔 - 對 - 全部遮住了 - 我的意思是說 - 就是這樣看起來好像 - 不是到太胖的原因 - 是因為我的肌肉量非常高 - 喔 - 妳運動妳出身嘛 - 就是比一般同年齡的女生 - 可能又高了幾公斤這樣子 - 妳肌肉量有啦 - 畢竟妳之前妳都沒在唸書 - 都在胖子那邊 - 就是有奠定起來 - 畢竟是我們 - 沒錯 - 怎樣又要講說 - 東吳大學98學年度 - 我們的東吳 - 東吳 98瓦差不多 98 - 大三的時候 - 九六年入學 - 九六九七九八 - 我們98學年度 - 東吳大學女男 - 對不對 - 中風 - 看那個一定是中風的 - 屁啦 - 空位 - 空位 - 空位是 - 就是空球空位 - 對 - 沒事沒事沒關係啦 - 沒關係 - 就是不是很高在前面的 - 在後面 - 空球 - 沒沒沒 - 他得分後衛 - 空位 - 所以妳不用得分的 - 空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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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正重點就是四個月後 - 對 - 落下狠話 - 話就料在這裡了 - 過年前大陀佛要瘦到體重60 - 對 - 69要瘦到60 - 是 - 體脂從36要瘦到25 - 如果提早達成 - 我趕快公佈 - 它就可以吃了 - 可以 - 我們緊肥那麼辛苦要幹嘛 - 吃啊 - 吃啊 - 吃啊 - 真的是為了健康嗎 - 所以妳現在的心高 - 是只比上一次減之前還高 - 沒錯 - 哇 - 我記得我上次減的時候 - 那時候體重是65 - 然後體脂應該是30還31 - 翻影片就知道了 - 翻影片就知道了 - 對 - 哇 那真的很高 - 對 而且我們那時候減到 - 我記得我減到25吧 - 體脂 - 對啊 - 妳差點是七開頭耶 - 對耶 - 七開頭是洪佳琳 - 懷孕的體重耶 - 是啊 - 佳琳現在瘦到66了對不對 - 對 - 哇靠 她瘦得好快喔 - 不得了 - 妳黃金交叉耶 - 妳們黃金交叉耶 - 完蛋耶 - 聽說餵母奶什麼不餵就會變胖 - 她只會餵半年對不對 - 半年後你就知道了 - 她現在吃也改善 - 喔 - 喔 - 喔對 她正在飲食控制中 - 喔 - 飲控啊 - 她在飲控啊 - 妳嚇人家說我們在飲控啊 - 沒有我們已經想到了 - 四個月後的主題就是錄這個啦 - 好不好 - 因為四個月後差不多這個 - 蔡東岸跟Lora有成效出來 - 他們最近也在飲控啊 - 沒錯 - 喔 - 就可以找Lora - 十一月喔 - 她說十一月 - Lora也可以啦 - 如果我們都成功瘦下來 - 明年就拍一個什麼 - 大家穿比基尼的企劃 - 喔沒有想看是 - 妳說蔡東岸Lora叫妳穿比基尼 - 蔡東岸我是不想看啦 - 要啊這要不是黃標的 - 這叫紅標啊 - 妳知道紅標是什麼 - 紅牌出場啊 - 紅牌要啊 - 所以妳的頻道會被關掉是不是 - 我三張紅牌我就out - 頻道就out了 - 我直接領一張紅牌 - 妳知道YouTube是領紅牌嗎 - 真的假的 - 有啊 - 有啊 - 就妳直接很嚴重的侵犬 - 還是怎麼樣 - 妳是太誇張的東西 - 直接給妳張紅牌 - 可是沒道理AV可以穿不配紅牌 - 我們穿就紅牌吧 - 那個也不行啊 - 那個是黃標直接砍掉 - 頂多給黃標 - 暴力射警給黃標 - 紅標是怎樣 - 紅標妳也很嚴重 - 戰爭啊 - 太血心了 - 妳直接侵犬啊 - 太血心了 - 直接紅標喔 - 好啦 - 但他們穿比基尼 - 直接紅標啊 - 真侮辱喔 - 跟AV要不要弄一弄 - 還沒有黃標 - 對啊 - 可能 - 跟ROLA大陸沒穿黃標 - 頂多黃標 - 蔡宗翰一穿媽的直接紅標 - 就紅了 - 沒有那個企劃就是這樣 - 妳就坐著 - 然後我們就把頭遮起來 - 然後有三個人穿比基尼 - 猜誰是誰 - 好玩欸 - 好玩欸 - 這個好玩這個好玩 - 蔡宗翰毛很多欸 - 她的腳 - 妳先除毛啦 - 妳先除毛刮一刮啦 - 蔡宗翰就跟其他兩個男的 - 我跟ROLA跟洪佳玲三個 - 你搞不好唱出 - 兩個男的 - 她另外兩個男的 - 我搞不好那時候蔡宗翰 - 辦公室人沒有太多 - 我們就阿倫 - 小舅舅 - 小舅舅很瘦 - 她又BUBB很瘦 - 對 - 我沒有想要穿比基尼的意思喔 - 沒有了阿倫 - 好好 - 剪接輪這樣而已啊 - 好吧 - 妳要看誰 - 好那不要看蔡宗翰 - 蔡宗翰自己獨秀 - 好好 - 說話了 - 她特別 - 還是我們去聯絡那個希哥來 - 對 - 他們已經來台灣了 - 現在嗎 - 我跟你講我這輩子 - 又不看 - 這輩子沒有那麼認真用過IG - 我最近一直在用IG - 難怪你今天發IG - 難怪你最近在那邊 - 給我分享限動 - 大老婆工作室 - 大老婆工作室 - 大老婆 - 大老婆賬號 - Bighead978 - 對 - 她在那邊講限動 - 我下歪腰連續兩天都有她的限動 - 奇怪怎麼那麼難得 - 人家還take你耶 - 對啊 - 妳終於分享了 - 她什麼時候跟我們合作啊 - 我那天看到一個短片 - 就是有個猛男 - 然後在跟欣欣拍照 - 然後那欣欣就把她的手這樣伸到她的胯下 - 這樣拍她的胯下 - 欣欣拍她猛男的胯下 - 對 - 然後那男的就很害羞 - 但是因為要跟她合照 - 她就只好一直這樣很害羞的小 - 然後欣欣就一直拍她的胯下這樣 - 很懂耶 - 我想要把這個影片寄給C哥說 - 我想這樣跟你合作 - 你穿一個欣欣還是廢廢裝呢 - 在那邊偷逃 - 我願意模仿欣欣 - 我願意模仿欣欣 - 很讚 - 好啦敲通告啦 - 趕快來嘛 - 而且妳那一集出去之後 - 很多人一直說 - 欸我有票我有票 - 要不要去 - 有啊 她要去 - 妳又沒去結束了啊 -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 她們要找她們的姊妹去 - 我看過了 - 我們把這機會留給別人 - 劉洪佳玲又不去金池什麼 - 喔對 也有人視訊她 - 網友視訊她 - 只是不是要送她票 - 要賣她 - 她就嫌貴 - 要三千多塊耶 - 好貴喔 - 三千多哪裡貴啦 - 但我覺得佳玲可能在台灣有包袱 - 對不對 - 怕屁喔 - 應該服貴吧 - 她應該純粹只是覺得三千多塊很貴 - 因為這韓國可以買不到兩千喔 - 可是妳不用飛過去啊 - 就是省機票錢啊 - 她就是要拋架棄子 - 飛過去才爽啊 - 她在台灣有差力的 - 她又不能帶小孩老公進去 - 因為我可以理解 - 因為妳進去看完 - 妳出來會那個魚味會一直細細品嘗 - 玉蘿粉生 - 什麼魚味 - 魚味 - 不是鹹魚味 - 什麼魚味 - 什麼魚味 - 就是那個很 - 抽雞味 - 很美觀的畫面會有一點視覺戰流 - 很讚啊 - 但妳如果馬上衝回家 - 一打開看到菜市場就 - 乾了 - 超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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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回家了 - 馬上就第三個 - 一直加班 - 老闆到底要不要出國了 - 沒有那種五天事業的 - 我避避風頭五天事業再回家 - 避避風頭 - 避避風頭 - 妳知道她那個殘留畫面過了是嗎 - 她說我避避龜頭 - 避避風頭 - 避避風頭 - 避避風頭 - 避避龜頭 - 避避龜頭 - 欸 怕開始無所謂了 - 怕開始現在沒被管了 - 這是天堂 - 佩瑞達 - 避避龜頭 - 佩瑞達 - 佩瑞達 - 她最近又跟我說軍頭軍裂 - 什麼叫軍頭軍裂 - 什麼叫軍頭軍裂 - 很無聊嗎 - 為什麼叫軍頭 - 龜啊 - 龜頭軍裂 - 是不是很無聊 - 然後我還會附帶 - 叫我在那邊叫 - 啊軍頭軍裂 - 看三小 - 很爽欸 - 欸 - 妳們今天有感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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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 畢竟C哥來 - 我有一直在follow他的IG - 有感覺喔 - 對對對對 - 可以吧今天 - 沒有喔 - 阿爸好逼他去看那個猛男秀 - 還OK嗎 - 沒有問題啊 - 他可以他可以 - 喔回來喔 - 喔回來喔 - 他看一定沒問題 - 我們都成年人了 - 一定懂 - 但這是一場秀而已啊 - 對 - 那回來怎麼辦 - 嗯 - 想要 - 然後 - 他也去嗶嗶風頭 - 妳也要嗶嗶軍頭 - 軍頭的危機 - 郭靖他在你出貨啊 - 明晨兩個人在那邊出貨 - 出暴屁來辦公室 - 妳去過幾次 - 妳有沒有去過十次啊 - 突然半夜出現在那邊包貨 - 哈佛辦公室妳去過有沒有十次貨 - 沒有自願欸 - 免費的人力 - 免費的人力 - 就去包貨 - 因為我來我來 - 去快閃電 - 出貨 - 包貨出現在快閃電 - 避避軍頭二人主 - 反正妳不要戴面具 - 妳出院那裡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誰 - 也是 - 妳就帶個 - 人家以為新的公讀生 - 戴個口罩的人 - 幫忙幫貨人家也不知道是誰 - 欸真的欸 - 避避軍頭 - 軍頭的危機啊 - 我覺得他那天比較safe的原因 - 因為我畢竟在韓國留幾天嘛 - 喔之後回來了 - 對我那個視覺已經佔流已經過去 - 我是收拾好心情才回來 - 回來面對現實 - 對所以我沒有給他揪 - 我沒有給他揪 - 面對現實就是我還是沒辦法 - 就是 軍頭無理是怎樣 - Super Soft 這樣子 - 不是Microsoft - 不是微軟而已啊 - 是Super - Super Soft - Total - 畢竟妳是 - 妳是已經69.6的一個人 - 對對 - 是是是 - 不怪他 - 不怪他 - 對 - 前情提要 - 聊到這邊就好 - 聊好多 - 要聊弄好弄了 - 我們再開一集 - 可以開好幾集 - 每一集都在講 - 每一集都可以啦 - 沒有我覺得 - 我覺得我們這樣 - 我們要把一些比較大家想聽的 - 分散在每一集 - 記者就不會來操 - 大家就會在那邊被調被調 - 每一集都要聽這樣 - 不是不是不是 - 不然呢 - 我們就不要寫在那種標題裡面 - 藏在內容裡面 - 藏在內容裡 - 藏在內容裡 - 給懂聽的人聽就好 - 合理合理 - 你們懂的人就會來聽 - 其實每一集都有一些很精華的事情 - 辣的 - 我們講時事的 - 你們想聽的那種 - 你假裝講大阪 - 結果裡面講 - 你以為在講大阪嗎 - No - 我們在講龜頭啦 - 我也是 - 我們在講 - 叫我來不是聊日本 - 是聊軍頭啊 - 對 - 軍頭軍的 - 在聊這個啊 - 你以為大阪 - 記者看 - 大阪了 - 那應該沒什麼就無聊 - 很peace這樣子 - 無聊 - 我們要這樣塞梗進來 - 對對對 - 好 - 所以今天聊完軍頭了嗎 - 好好 - 那要講一點正題 - 來啦 - 大阪了 - 沒有我覺得我們可以聊一下 - 因為我們這一次是有主題性的去嘛 - 雖然是五天 - 那我們那時候是為了祭典而去的 - 大阪的祭典 - 對 - 這算有名的嗎 - 來考考你大阪祭典有什麼 - 你知道嗎 - 我不熟喔 - 我日本最不熟了 - 我是哥裡人耶 - 他也不是大阪人 - 對啊 - 我們東京比較熟一點 - 對啊 - 東京什麼好事不好事 - 我都知道 - 那東京有什麼祭典嗎 - 東京祭典很多喔 - 東京都喔 - 對不對 - 是不是 - 東京都喔 - 對 - 東京什麼祭典 - 我們上次去看了那個算嗎 - 你說 - 我們跟那個是我們剛好遇到而已 - 在表參道 - 在表參道 - 就在表參道直接有一個祭典 - 真的啊 - 有錄到我們有錄到 - 表參祭嗎 - 不是他就是 - 不知道耶 - 就是他就 - 大家看影片 - 大家看影片 - 記得看影片喔 - 大家看影片 - 他就是在表參道那個大馬路上 - 整個風街 - 整個風喔 - 很華麗的那裡耶 - 對 - 然後我記得好像很像商會 - 就是每一個公司 - 然後會派人出來表演 - 那祭典都是這樣嘛 - 就一團一團一車一車嘛 - 是公司嗎 - 滿多的 - 對 - 所以他是花車遊行 - 或是跳舞那個那個 - 跳舞 - 對 - 跳舞遊行 - 然後每個人跳的音樂 - 然後每個人的舞步就不一樣 - 你就自己去編自己去嘎 - 原來如此 - 所以跟一般的祭典比較不一樣 - 對 - 有沒有 - 比如說那個什麼 - 你的秋前那祭典 - 睡魔祭大家都跳一樣 - Let's study - Let's study - 那是青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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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去過呢 - 我們可以算祭典的阿倫嗎 - 乾燈祭呢 - 乾燈祭 - 那個那個那個 - 我只去體驗過而已 - 就是體驗假的那種 - 不是 - 我沒看過真的很高那種 - 超讚的 - 三層斗在那邊 - 超讚 - 看他們垮也很讚 - 真的有垮的嗎 - 然後有掉下來 - 大家就在攜帶垮的嗎 - 然後掉下來了 - 大家就 - 喔 - 噢 - 就是一條杆子 - 上面掉了超多的燈籠 - 燈籠 - 那個杆子是兩三層喔 - 那麼高的對不對 - 超級高 - 超高 - 然後用手嘛 - 手啊 - 肩膀啊 - 頭頂啊 - 然後最後好像是屁股 - 屁股 - 腰椎那邊 - 指定 - 很猛欸 - 它有分白天跟晚上 - 白天是競技表演 - 競技場 - 每一隊都要派人出去頂那個杆子 對 比長的 比長 然後比那四個動作 要頂完 依序做 然後兩邊比 頭頂 手頂最基礎嘛 然後頭 放在頭 然後再把它弄到尖 然後最後最難是屁股 屁股就腰這邊 有自己邊啊 屁股很好笑欸 屁股要很絕欸 屁股超好笑 而且它邊頂的時候 有的人還會再拿一根給它 然後它再把它頂上去 對 而且很好笑 然後小朋友也有對不對 小朋友是比較短的 小朋友有小型的 小型的 比較迷你一點的 小型這樣 很可愛 很好玩 超好玩 我們從幾年前說要去那個 參加東北的那個祭典 我們拍完那個東北旅遊那個宣傳 幾年 七年了吧 好大年喔 我們還沒結婚之前 我們那時候要去到現在還沒去 到現在都沒有去 那時候就是因為你們去 你當東北大使 大使宣傳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了解 就那時候看到睡魔祭 嗯 睡魔祭燈乾祭 很好玩 然後我就跟爸爸說走啦去看 嗯 然後發現 欸它其實都是在8月的第一週 對 對 一次可以搞定 1到8號 剛好就1到8號就去了 對 好像這個錯過就要明年喔 對 沒錯 明年就一次 而且你那個住宿什麼 一定要先訂 什麼的 一定要先訂 因為跟全世界的人在搶那個住宿 而且東北的住宿不像那個 大阪金 那個 東京 那麼多 選擇沒那麼多 選擇沒那麼多 交通也沒那麼多 交通也麻煩 而且如果你沒有搶到便宜的 那就很貴喔 就差曬啊 就很貴 像乾燈季那天我們沒有搶到住宿 所以我們只能新幹線來回 你從哪裡來回 聖岡 聖岡 然後就殺去秋田再殺回來 聖岡哪裡 就是從仙台上去 喔 再上去 對 岩守縣的聖岡 對 就是 完了完了 大家趕快打開那個Google地圖看一下 那邊是大家非常不熟悉的地方 岩守 你知道東北真的太難了 太大了 那天那個長進人跟我說他想要去東北玩 然後問我哪裡 我說太難了 真的他想要 你沒去個十天不行 對 然後他想要帶阿嬤 阿嬤 對 帶阿嬤去東北 我說真的不建議 我會覺得要比較交通方便 對阿真的 阿嬤一直坐車而已 而且他的車次其實沒有很多 然後如果你不是新幹線移動的話 你真的會做到很久 很久 阿如果你要自駕會開超久 很久 也是蠻久的 對 他就真的很大一塊 是的 空空蕩蕩 空蕩蕩 點跟點之間離很遠 沒錯 但蠻值得去的我覺得 8月1號到8號 超好玩 真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看了 那個仙台的七夕季 然後秋天乾燈季 青森睡魔季 都到8月初那段期間 一次解決 還有紅錢的睡魔季 睡魔季 睡魔就是青森 那個紅錢 那個燈籠的形狀不一樣 對 找個不一樣 紅錢那比較是扇形 對 然後青森的比較是 就是一些武將阿 或是一些歷史人物的那種 欸 今天是你祖國很熟 很熟 無所穿原還有塔型的 沒有研究掌聲 這好窄喔 這已經窄到爆了 大家可以去玩那個淘太郎電帖 裡面有 我跟你講 白頭 有一個溫泉旅館 前面有對不對 有一座睡魔的那個燈 真的真的 有一座好像Seven旁邊那一家 你看到 跑步有經過 這不是睡魔那個燈 他們好像是有去日本 也有去展覽 然後再運回來 哇靠 北投那邊有 北投那邊有 大家可以去看看 可以打卡牌 他今天是聊東北是不是 大牌大牌 就是因為祭典 抱歉祭典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東北 玩了祭典以後 覺得祭典很不錯 所以後來呢 所以四國有一個阿波舞技 我們也有去參加過 四國阿波舞技有夠冷門欸 四國得到 對 得到的印象你想到什麼 張泰山 對張泰山 得到什麼犬 張泰山 張泰山 一般去日本旅遊 不會第一孫位 第二孫位 第五孫位都不會是得到 可能他第十的 第八孫位都不會得到 因為得到已經到四國 就是很 比較 就下面那一塊島 然後那個四國 我們討論過 那個得到的時候 他說 他要不要說 要不要去看張泰山 就大概是這樣的 是因為張泰山去面打過球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得到 印象才比較深 得到阿波舞 其實阿波舞技還蠻有名的 還蠻有名的 蠻有名的 都有 蠻有名的 有時候還會去東京那邊 表演 對啊 合到阿波舞你也去過 所以這次你們就是要去體驗一下 大阪 大阪 岸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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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個地名 那是個地名 就好像石牌 然後 石牌的祭典 石牌祭 他就真的是那個小市的一個祭典 那個地方叫岸和田 他們在幹嘛 岸和田是在幹嘛 岸和田祭 它是全日本最危險的一個祭典 最危險的祭碟 好神是最危險的 你說會有人動刀動槍嗎 也不是那個危險 還是說台中那種有慶祭 慶祭 慶祭 而且要參加台中慶祭 你說祭碟嗎 台中慶祭那麼危險 你應該在地的慶祭 小燕子說 我跟小燕子 提一下 慶祭一下 就有慶祭 然後棒球棒飛來飛去 每一隊出來有沒有 都在衣服 在比賽表演 都嚇人啦 你嚇人了 為什麼是最危險 我們一開始看到這個標題 就是全日本最危險的祭典 然後心想說多危險 所以我們去Google一下 那個人家的影片 他們基本上是用衝的 就是台那個車 那車子叫地車 地車 他們會在一個轉彎時候 用狂衝的 那衝了大家就會甩尾 然後他車子上面 會有一個人站著 站著他還要跳來跳去 車子 那個車子通常都快一層樓 有應該有一層樓 一層樓 一層樓或兩層 到兩層超高的 非常高 大概跟紅綠燈的高度再高一點 超高的 很高很高 然後一座好像 我們有的記點是扛那個神嬌 神嬌 然後它是車子那麼高 那麼高 然後在上面跳舞 沒有它不是跳舞 它是從左邊跳到另外一邊 右邊 它那個就是有點像是在指引方向 因為後面的人 後面拉的人看不到 看不到前方 對 有點指揮的感覺 上面是在指揮 這可以交給他 他做了很多功課 來 因為暗和田記我們找了一下 發現網路上沒什麼資料 對 那算有點冷門的記點 對啊 剛好我們有錄影 可以放一些照片 有有有我有錄影 我有錄影 對對對可以放一些照片 我們剪接輪可以幫忙 放一些照片 好我們就傳給剪接輪 他自己要求的 對不對 你要求了 他就說 咖哥 我要放一些梗圖進來 比較不會無聊 你自己要求你放 OK 至少麻煩你放 謝謝 謝謝阿倫 幫我放一些參考圖片進來 怎麼樣 因為它就是在那個列隊 它那個整個地車 前面就有很多人 它那個繩子很長 因為那個地車好像 不知道幾噸很重 你前面就要有一隊很多人 已經先轉彎 先轉彎 然後 拉著它嗎 就是有些人要前面 他先轉彎 因為那個繩索是很長的 他的意思是說前面 要很多人拉 那這邊拉的隊伍實在很長 對 就會拉到很遠的地方 對 然後地車的後面 也要很多人 對 要負責控制那個地車的尾端 對 然後大家就會先摒棄凌繩 然後一個人就一個指揮 他們會在要衝的時候先到一個 大家走走走走走到一個地方 然後要衝囉 會有設定哪些地方要衝 對 不會一直沿路 他媽一直衝 不會 太吃體力了 太吃體力了 他媽一直衝都不累 大家可能會有五六個衝點 有衝點 然後大家就會先在 先走到那邊 然後開始要衝了 好了準備 預備喔 大家就會先停著 然後可能看一下路況啊什麼的 然後有人就會有一個暗號 他沒有個口號嗎 他有什麼slogan嗎 他說暗號 都要喊一個什麼對不對 他們好像是喊那個solia s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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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喊一直喊 然後有人騎著一揮的時候 一揮一準備起跑 上面那個大公方就開始跳 上面那個大公方就開始跳 就那邊叫什麼大公方 大公方 對 很大的大 工人的工 方塊的方 大公方 最初就在車頂上那個人 就開始跳 對他就開始跳 左跳又跳 她媽把安全帶還不掉下來 沒有 沒有 所以真的很危險 好危險喔 很危險 有影片就是上面跳到另外一側的時候 他就直接掉下去了 唉唷 你想想看一兩層樓這樣子 直接掉下去了 對 就掉在地上 直接送醫院了吧 那個地車他不是停著 他是在衝 對啊 他要從上面跳 對 衝的速度是多快 非常快 時速有到40嗎 沒有沒有 因為人力籃跑 對 他們是全力在過彎 就是全力在過彎 大家跑步那種全力衝刺那種 衝 抓著然後衝 然後那個地車會稍微一個甩尾 甩尾 因為他 你說也上盾了 已經盾了 所以整個那麼快 然後又過彎 一定會這樣甩一下 然後後面的人會跟著甩尾 對 後面有一群人跟著甩尾 沒控制好的話 那個地車就會直接 可能撞到旁邊的建築物 然後很多人都會翻滾出去 因為那個離心力的問題 真的真的 他們直接翻滾出去 這是阿波最愛看的踢飛的場面 我這邊在踢飛 翻滾出去還是很安全的 因為你已經離開了那個洞線 對 你如果是原地 跌倒 跌倒的那個才真的很危險 後面追撞 後面都會過來 你知道我們有看到 有在前面的人跌倒 他要一跌倒的瞬間 就要馬上滾開 要滾開 你要滾出去那個軌道 他們超敏捷很會瘦身 我敢跌倒了 滾 完全沒有任何的停滯 那個大家都要專業訓練的 真的 感覺是耶 那旁邊圍觀也是很危險 萬一有人這樣被甩出來的話 是撞到你們 旁邊的話 因為我們今年去 他們可能 我覺得他們今年有改善 對 我們被圍的有一點點距離 滿遠的 單一個車到了 單一個車到 沒有人飛過來 大概雙線到 沒有那麼近了 對 因為以前我看人家是非常近的 很近 看人家影片都超近 超有魄力 很近 那天真的會有人飛到你身上這樣嗎 你說在看箱鋪買到最前面那種 那個箱鋪被摔一摔 就壓到你身上那種 那整個城市 因為他那天是整個城市在辦嘛 然後他們就是在那邊衝來衝去 救護車聲音一直 偶因偶因過來過 非常一直走來走去這樣 所以他也是像 那一般紀點有很多的租室會社 他就會有一台車 然後大家一直在那邊尬嘛 我們後來研究 他應該是每個艇 他好像以艇為到 一個區域 一個區域 什麼里 什麼里的概念 這個里出一台 那個里出一台 這好像一百年了 這個紀點 就滿久了 所以那個每個里都有自己的 車子 紀念品 紀念品 對 這很日本人 他們什麼都要賣紀念品 還有他的紀念衣服 紀念衣服 紀念衣服 他的背後的logo 可能就不太一樣 因為安和田 又不是一個很大的室 對 他不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一個小室裡面 他的里 他的那個艇 又有一個自己專屬艇 你說我這個艇 專門出蒜頭的 那個蒜頭 比如說啦 還是有什麼 應該說那個農產品是一樣的 但是比方說他們有出髮夾 手套 然後衣服 頭戴 都不一樣 專屬的 對 有的人會說我要買大北艇的 我要買什麼艇的 你還可以買喔 你可以買他們家的艇 想他衝過去你看到頭戴 超帥的 你就可以買 喔 他想要想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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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可以了 不是台語的猴子喔 大家不要誤會 是我們想要 是我們想要 猴子 對 連麥周邊都是非常在地的 就是他們那種光光的那種小 公所自己的那種小光光艇 非常小 然後你進去 然後我本來想說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喔靠很多東西可以買 很厲害啊 他就被騙了兩條毛巾 就是那個專屬艇的 他是買當年度的 當年度 我買2020跟今年2023 所以你可以想要是在社區發展協會 協會對不對 那種感覺吧 老人運動中心的那種社區裡面 就有一個空間 是 然後你沒有在賣周邊 然後就進去 然後在裡面你們還可以被騙錢 對而且在賣的還是老人喔 他在幫你結帳時候 他還要用手寫 你買了什麼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知道那有多慢嗎 因為他只有手寫 不是 沒有 他用手寫 他就說好 畢竟是岸和田 他比較鄉下的地方 對 然後最讓我吃驚的是 在拉那些車子的 不是男生而已 老人小孩女生 全部都要參與這個活動 對 但他們會相對安排在 比較安全的位置 不會是最最最最最 最危險的 可能容易出意外的 可是車子的前後 應該都比較壯丁啦 然後我看起來很多高中生 日本八九 也蠻八九的 然後很前面很前面 或很後面就會排小孩 遠一點比較安全一點 老人小孩就比較遠一點 就離那個車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感覺那個里全部都動圓了 有可能是那種出外的 一定會回來啦 很多都是已經去別的地方都市工作了 很像我們那個北港的熱鬧 我覺得有點像 港媽祖生 一定要回去啊 一定要回去啊 對那種感覺 年輕人那時候就會回去了 而且我覺得這很折損 你不覺得嗎 折損什麼 你怎麼想這樣折搭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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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少了兩個這樣 啊他要休息兩年 那個兩層都掉下來不得了 他那很容易受傷啊 而且下面可能有人會被壓到吧 會啊 會啊 沒跳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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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看我們說他有五六個衝刺點 對 然後他一天 一天裡面他們會跑兩次 繞兩圈 白天一圈晚上一圈 早上一次下午一次 幾天 兩天 總共兩天 很可怕耶 喔他們自己好像 禮拜五就開始試拖曳 喔 我們自己先練習 練習一下 禮拜五 正式來自禮拜六的禮拜日 我們就去禮拜六的 所以等於他們要衝三天耶 對 你看折損多少人力 然後一圈衝五六次 所以一天要衝十幾次 然後三天就要三十幾次 對 沒錯 很可怕 很累耶 市區裡面一堆隊伍在那邊衝啊 對啊 然後那幾天醫院很痕跡 對啊 救護車動物 救護車 大量傷患機器 對啊 我有看到一個在前面拉車 比較壯漢的那種 感覺這邊都是血 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直接噴血 就流血 就是把他那麼快 然後那繩子也都很粗的 對耶 然後直接在那邊扯啊 衝啊 對啊 但我覺得你沒看過紀典的 去看一下我 你會感動對不對 真的 我覺得那個動員力 對 向心力的感覺 就是 就是你看那個影片就會好熱 你一直看到熱鬧歡樂的感覺 對 但你現場看會有感動 會會會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去 上次我們去就是看那個 表餐到的 錄過 你就看到不管大人小孩老人 然後就邁進全力 然後那個很熱血的 然後那個笑容一直在跳 對 然後投入在那個舞蹈裡面 祭典裡面 你是會感動的 真的真的 你停不下來 就是你一直看 我們想說看一下就走 結果沒有 我們看完耶 你會想看下一台 對 下一個隊伍 會很期待 欸好了 拍到畫面就好了 可是你會一直看耶 沒錯會忍不住 就被他吸進去了 真的 因為他們每個人 不管是誰都超認真 而且像那個音樂 我們去看那個表餐到的 然後音樂我們都以 台灣正常應該會播音樂吧 然後他們是真的在上面唱 現唱的 現唱的 對 直接唱他就是播卡 直接這樣唱了 然後董事長都聽 然後上面有那種 阿伯那種六七十歲 來這邊 然後大二天的 然後休息一下 然後繼續 有準備救護 然後我就發現下面好像就是大家 可能那裡表談到觀光客多 然後下面的人偏冷靜 然後阿伯還是一樣就是很熱情 不管下面怎麼樣 因為那市區嘛 對對對 然後當我們就很熱情的回應他的時候 他就更開心 超可愛 一直在指揮 六七十歲 真的覺得很累 很容易進入他們的情景之中 結果你看完日本那種祭典 然後你回來再看那個 北港的那個花車 花車到最後 你如果糖果都丟完了 大概在上面發呆 你的意思是說 沒有以前 以前我們小時候都是那種臭臉 因為小朋友會一直被藥 然後小朋友就會很不爽臭臉 對啊 這幾年全部都在那邊滑手機 對對對 因為已經沒工作做了 沒東西了 因為我們那個花車 北港一格 那個也是這樣繞一圈嘛 因為繞一圈大概有兩小時 然後待會準備 車上很多糖果丟啊 一開始丟 大概你丟 你如果沒準備太多的話 大概一小時就丟完了 丟完了 然後後面就很無聊 沒事做 然後小朋友就臭臉 對 塞車 然後大人準備好東西 你就在尾端的話 熱情咧 咦嚇咧 咦嚇咧 我覺得以後可能也要有個口號 好 大家來 這樣 可能少一個人再帶動一下 要有個口號在那邊揮什麼 沒東西丟至少跳舞 對 沒有有有 因為其實那北港那個活動呢 在二十三 就是最後一天的晚上 然後他們會有 大家輪流走進朝天宮 就往那邊 朝天宮那個方向這樣開過去 然後那是平分 就在平你這一次的 不是不是二十三 應該是前幾天 反正就在評分 然後那時候就會有人出來 就是 喊口號 對對對 現在你就演了一段 對對對 不行嘛 你看台灣人就是什麼 為了比賽得獎 才願意投入 就是 他們是投入 全程 全程 就不全程嘛 很好笑耶 就是那一段的時候 還會有人喔 就是你糖果丟完了 沒關係 別人都會一直補給你 就是讓 就是讓你整車看起來 沒贏不贏 沒贏不贏 不對嘛 蠻妙的 但日本就是一種信仰 有沒有 我們這個理的那個精神 大家的團結 流血流成這樣也要繼續扛 有時候是真的那個信仰 有時候是神社的嘛 對 我們有這個信仰 沒錯 你媽祖要跟你拚 對不對 還沒對著要繼續打招呼 嘿嘿 媽祖煮筆喔 沒筆喔 好 以後告訴大家要這樣 這不行嘛 那我們去的那兩天 真的太熱了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 就是在前面拉那種 很辛苦的那種 每次要衝的時候 他們就 幹 要衝了 那你臉超級厭世 也是有 也是有 就連年輕人都受不了 都要垮下來 然後嗯好 衝 一二三 啊 啊 但衝還是真的賣力衝啊 對 我們下午快回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衝已經 你明顯感受到那個速度不對了 對 那應該是沒力了 那種轉彎已經是很緩慢的有點動作 那應該是生理上真的不行了 直數本來有20升到8而已 真的差不多 變快走 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我這次真的差一點在暗和田被咳死了 很可怕 thirsty 對就是沒有水的這種咳 不是到處都有賣販賣機嗎 對啊 都空的 全空 賣完 賣完 等一下我真的是崩潰 整個市沒有一個販賣機是有水的 有咖啡啦但沒水 而且比較鄉下的那個超張密集度也沒那麼多 真的好渴 是幾月 9月 9月 9月還這麼 今年太熱 今年太熱了 今年太熱了 我後來是不是太渴 沒辦法只好逼我走 因為真的太渴 對啊 本來想看晚上的 嘴唇都乾淋 所以你要多帶一點水在身上 要先把水帶好 帶一個三瓶好不好 對 不然有點可惜 可是通常其實你去都不會帶水 因為他們的販賣機太 水會帶水 你想說有的嗎 對啊 隨便都有販賣機 那兩排屋台那麼多東西吃 你就是沒有賣水 就是沒有水 飲料 沒有人家飲料的嘛 就他們賣什麼炒麵啊 熱狗啊 你很渴的時候看到什麼東西 炒麵熱狗啊 炸雞 那個撈進你的水 我都想拿來 他們沒有補給站喔 通常那個不是祭典 旁邊都有補給免費吃的那些 沿途上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都是屋台 對 要花錢 要渴死啊 如果明年要去的話 記得水要再多一點 教大家一招啦 直接買有料價金 就是有料的座位 付錢的座位 喔 好像2500塊而已 對 2500日幣喔 所以其實算起來 2500日幣喔 2500日幣500塊 對台幣大概5600塊 500塊 你可以做得很舒服 所以還有有料的 水這樣子 他在那種 搖滾區 很精采的那種轉彎處的時候 他會在對面設那個那種 觀眾席 喔 喔 我們這次去有 搖滾區 我們這次去表山道也有 他有一區 然後他也比較 架比較高 就是二樓那種 對 你又安全 視野又好 然後又遮陽 沒錯 他重點是什麼 還會付水給你 有嗎 不知道 要吧 付罐礦泉水要吧 Santori的藥吧 不知道 記得自己要帶誰去嗎 真的 對 所以以後那個 應該是可以預約的啦 如果想去那個 對 而且我們看也沒有多少人 就是還好 也不多 我看那個艾莉莎莎也有去 那個德島那個祭阿 德島阿波舞 他就是買那個搖滾區的 VIP的阿波舞 不用買 你知道為什麼嗎 阿波舞他是 阿波舞 真根據我們參加過多次祭典 是 阿波舞他是整路一直跳 一直跳 所以他一直跳一直跳 就算他跳過有料的那一區 他往前跳 他還是跳一模一樣 而且他的熱情不會減 他不會減 從頭到尾一樣 真的不會減 他不會因為說 他沒有收錢 這個真的可以看我們 那時候去日本的 因為我們剛好站在終點線 終點線 應該要 最後終點 沒有 他們就真的跨過那個 終點線之後 超那個 職人精神 就是那一條線 對 而且是跨過去之後 那一句 對 才聽喔 不會說一塊 沒有 那一句唱完 謝謝 超酷 超酷 就那個線 就一個結界 而且他們有一定的舞步 所以你要跨過去 差一步 可是你那個舞步 是要停在那裡 多跳好幾秒的 他們還是會停住 喔 很猛 他說我多跨一步就過去 沒有 像我們就一直跨到 趕快讓我過去 這個好像多跳20秒 沒有 他是在那邊跳完 再走過去 有資人精神 真的 推薦大家真的 有祭典真的可以看 所以阿波我是不用特別 因為我覺得 祭典分成幾種 像這種地車 像暗和田比較特別 他是某一些點 會衝來衝去 所以他你可能 經過了那個精彩的 衝刺點以後 你就要自己再找 另外找衝刺點 衝刺點 像這種你就可以找個地方 好好看 因為他總共有20幾對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 所有人的話 你就找個地方好好看 坐下來好好看 那你可以坐在 沒有人無料的 坐在那個衝刺點附近看 也是可以 就人很多 大家一定會擠在那邊看 沒錯 精彩的衝刺點 一定會擠超多人 對 沒錯 你可以多付一點錢 你就坐在那邊 不用人擠人 然後直接這樣往 由上往下這樣拍就好了 沒錯 是的 對 像跳舞2500還可以 可以 不貴 不貴 有兩三百的 兩三百的搖滾區 有 有喔 你說日幣217 台幣 好便宜 台幣200塊 好便宜 而且真的沒有 沒有坐滿 真的沒有坐滿 因為太冷門了 沒聽過什麼暗和天氣 但你一定還要做個功課 因為你買錯的話 即使是有料區 你視野還是不好 因為我們一路上還是有看到那種圓圓的油料區 可能200多塊會比較圓 對 那個真的很無感 算了 2500塊下去啊 2500 2500 比快速後患還便宜 對 比快速後患還便宜 比我兒子玩那個三分鐘還便宜 你可以開三小時 可惡啊 好貴的三分鐘 對 我們上次也是去 你們上次有分享你們去那個大阪的 河口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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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的富士急樂園 對對對 他好貴我坐欸 他去坐那個 我們那天沒開 最猛的那個雲霄飛他坐了 最長的那個 那個幾層樓 全世界最長那個 十幾層樓 這樣衝下來的 對 因為他的線高是110公分就可以坐 不覺得很不合理嗎 我覺得超不合理 超不合理 那180公分都不能坐 不是 不是 才好貴可以坐欸 他是在大班而已 他可以坐欸 我們要笑歪歪了 你知道我超怕的 但是我還一路看著他 因為我很怕他突然這樣飛 會不會飛去啊 富士急 你要把富士急那個 放在旁邊那個圖 對啊不合理 很恐怖耶 那一般大人是都會怕的 對 全日本還是全世界 應該是全世界 世界的嗎 對 他是一個世界 你真的很長 他也有座 他是有世界之名 然後台灣不是就G5嗎 這樣一次 他大概就是四五次的G5 他有什麼 天啊 五六次的G5一直衝 然後接下奧飛行 大概有十次下奧飛 他衝下來之後 接下奧飛 哇塞 連環計耶 笑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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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怕 然後他最後呢 你想說快要結束了嗎 沒有他有一個這樣 就是大翻轉 再給你翻 再給你翻 還有吐嗎各位 你知道我就是 那不會吐 我是飆淚 我就是 因為我要一直張開眼睛看 超過 怕他那個保護那個會飛出去 然後我就一直飆淚 眼白都乾了 對啊 然後我下車的時候 我就問後面 後面那個總監 我說你還好嗎 金玉勒金玉 好 沙啞 為什麼 空太多空氣了 沙啞 他叫到沙啞 好 還好 你手是會翻掉 你會有骨折耶 你會有骨折耶 因為我衝了第一次 我說我幹爽耶 然後第二個要再俯衝了之後 我想說舉起來 我幹不行耶 你手有骨折耶 差點下來 是不是有骨折軟掉 在那邊晃 差點要回去吃 那不是G100 G10喔 超可怕 G100 他很勇敢 他還做兩次 他做兩次 做兩次 他第一次是跟那個 跟李伯坐 然後他一下車 我不知道他有點 他可能有一點點逞強 因為他下車的時候腳亂 就走 有一點偏 因為他都說 我敢 我超敢的 但他有點逞強 然後他就有點偏 可是他一下下就 就平復了之後 他就跟我說我還想做 我跟爸爸說 我要做10次 然後我說媽媽沒有錢喔 富士急門票 已經台幣多少錢了 一千 八百多嗎 我記得好像就四五千還之類的 四五千 所以八九百塊台幣 對 然後進去之後 因為那是最熱門的 所以排隊 還要再付錢 你排可以啊 就排一小時 沒有一個多 一個多 快速通關 你再花多少就有 兩千六日幣 兩千六日幣 所以差不多要 六七百塊 兩千 六百 五六百 六百 已經快要抵一張門票了 兩張 做兩次 就直接上去 但你也不能只買快速通關 你一定要先買門票 才買快速通關 那我還要 還有人陪他做 所以我們等著買了 四次的快速通關 六四二十四 二十四 兩千四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 對 然後因為他滿心期待 因為他的身高在台灣 沒有任何一個雲霄飛車可以做 對 沒道理 台灣雲霄飛車都這麼安全 有道理 那才有道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雲霄飛車這麼安全 他都不能坐 對 那麼危險 你知道連兒童樂園的都不能坐 你知道嗎 那個 那個士林 士林兒童樂園 一百億還不能坐 然後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一查到 我想說 哇終於有他可以坐的雲霄飛車 所以我跟他講完之後 他整趟旅行 滿心期待就是這件事 他還給他看那個富士集 那個照片 你看那個軌道 他說我敢我敢 一定很嗨很嗨 所以那時候他在那邊排隊 我知道排完一個多小時 他就是一切都不用玩了 就沒了 所以那時候就 走啦 就是 因為我們大概只剩下三個小時 可以在富士集 然後如果排一小時 後面都不用玩了 我覺得他人生已經沒什麼好懼怕的 好猛喔 一玩就Top Class 直接去Top了 對啊 他說我又同樂園那種地區型的 雲霄飛車Label 直接上大聯盟 原本在得倒的地方打而已 直接通電話來什麼 大聯盟喔 直飛欸 因為他已經做了 就覺得我敢啊 對啊 覺得沒什麼 又什麼不敢的 我覺得那個Range差太多了吧 對 超高的 超高 超級 對啊我記得他 你沒去欸 猜猜派要去一下 我們有機會再去一下 他現在看到什麼 很高 他不一定常常開喔 他風大就不開了 對 還是下雪 冬天去如果下雪 對冬天很容易不開 真的很危險欸 真的很可怕 我做完一次 他在邀我 我是真心的 我真的不是為了錢的問題 我就真的跟他想說 媽媽真的不行 不然媽媽給你錢 你去找爸爸 其實媽媽也錯 我第一次是因為省錢 說太貴了吧 你們兩個去就好 你在那邊去嗎 你在那邊去嗎 不是真的太貴了 太貴了 三個人都要兩千 對啊 我三個人花一千百 只是為了不用排隊 沒關係你去就好 對 而且上去我又不能拍 對 成全他 你們要去體驗一下 就完成他的一個心願 可是他做完 我是想做 因為都去了 一定要體驗一下 所以他要反過來完成你的心願 好啦 我就陪你 對就陪他做 而且超好笑 第二次他約爸爸的時候 他就說 爸爸我跟妳講不用排隊 有一個秘密通道 他已經知道了 對 他那個樓梯上去要切一半 旁邊左邊全部都在排隊 我們突然間就會走右邊 直接爬上去 給妳講 來來來來 等一下等爸爸買票 來來來 這裡這裡 等一下 你等我買票 他不知道爸爸 不知道爸爸賺錢很辛苦 爸爸的心酸 這個秘密通道是要600塊 是買來的 蔡桃貴說時間是用最前的 而且你知道他第一次 就是因為他看到超常的隊 他還是堅持要排 因為反正他就是滿心攜帶 就是要做那個 然後他就站在那裡排 然後排排排 超乖的 不行真的不行 就這樣去我們整趟都不用玩了 所以我先去買 然後買完那個快速通關之後 我回來接他 我說快走 然後他就說真的可以嗎 因為等於一邊都在排隊 我們就穿過那些人旅 一直往上走 一直往上走 真的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對 然後我就說走 可是真的可以 然後就上去這樣 他一直到走到最頂端 在排隊的時候 他說這裡嗎 這裡可以嗎 會不會這裡不能玩 我說沒有這裡可以 有沒有看到這兩張 1200 多花的 你去那個迪士尼是直接買快速通關 進去就快速通關 沒有他是買門票 進去再快速通關 他每一項都有快速通關 對 而且我甚至跟他講說 有沒有那種什麼 全區快速通關給我摔一下 沒有 沒有 你每一個都要買 每一項都有 2600 每一項 好會喔 很可怕 對 而且後面去那個總監禁域 跟小九九小舅媽 看他們走了 不能機 他們三個也跟著買 他一直搶他 他就說 排隊喔 等一小時喔 我們先走了 不能機耶 馬上大家都買快速通關 全部你們給我買快速通關 好危險 我跟你講富士級樂園感謝你們 一二三四五 對沒有 因為我們 因為我上去 就只有我們兩個在那邊快速通關 然後過一會 突然天天他們三個就衝上來 咚咚咚咚咚 我就說 你們怎麼在這 一千八 這是時間 這是金錢耶 他們總共花了三千塊 然後衝了五分鐘 就不結束了 真的 沒關係啦 就是他很開心 對 換個角度想你看 富士山巨在你旁邊 真的 好美 雖然沒有辦法抬頭看他 沒有 我們就說他那個就是上去 慢慢慢慢上去 然後因為其實那天一整天早上 我們都沒有看到富士山 然後就在那個上去的瞬間 就雲開了 雲開晴天 然後我們說哇富士山耶 哇 再給我多一秒了 就下去了 對 就是這樣 就上去了 值得 值得 所以你現在扭論貴的時候 我們看到富士山 他說有 他會說說我們在那個 雲下飛上去 然後他就啊 然後他就啊 下去了 而且我們做是白天做一次 然後晚上 我是晚上的時候做了 而且晚上上去的感覺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很酷 對 就是從小有怪物欺罵黑的 不知道 他會不會比較不恐怖 沒有 你不知道飛去哪裡啊 對齁 你不知道 那是未知的恐懼 未知的恐懼 超恐怖 不知道帶你去哪裡 哇 真的很酷欸 可以玩一整天 可以讓大家體驗一下 讓大家有空可以去體驗一下 不錯不錯不錯 大腿大腿 富士集是在河口湖 不是大阪 好不好 我們聊那麼久 講富士集樂園 沒有都值得去 都值得去 去日本就是去什麼迪士尼環球園 日本還有很多好玩的 很多啦 真的 我們這次帶小朋友去 也是跑了很多樂園 影片會剪出來跟大家分享 也可以聊一集啊 我們去了好多樂園 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去就是跑那種 小朋友可以玩的樂園 應該很多爸媽很想要這個 很想知道 真的 然後小朋友比較小的 比如說國小以前的 就不是每個都像超小貴一樣 可以那個 你不適合 那種年紀太小 不適合去迪士尼環球 真的 因為那種大人也很多 因為他們也不會玩 所以去那種地區型的樂園 日本超多的 對 日本超多的 下次來介紹一下 來來來 趕快大阪大阪 你們這次要去哪裡 第一個主題是去 我們第一個主題是去 祭典 暗和天祭 然後我們要去五天 光看個祭典有點無聊 所以當時我們有一次 我們在京都的時候 就看到有個地方叫做 二次元之聲 二次元 二次元 就是電動那個二次元 之聲 的森林 二次元之聲 對 然後我那時候問他說 那個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然後他就有點 查一下 魚帶勉腆的 沒有沒有他早就知道了 早就想去 還要查 他魚帶勉腆的說 就是一些二次元的東西 這樣 一些早來主題的東西 他其實心裡已經 他查過很久 在他的清單裡面 早就在等你問 對 二次元我看你們去完 那我去查 我超想去的 很酷 真的喔 可是你要對他那個主題有興趣 對對對 因為他主題其實就四五個這樣 對 他有長 你介紹 你介紹 二次元之聲 他位在那個淡路島的國家 國立淡路島公園 淡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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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路島非常冷門 淡路島 淡路島 對對對 來淡路島就在神戶旁邊一點 就過了一個橋 那個島叫淡路 神戶牛排那個神戶 對 不是你們島附近你的神戶牛排 神戶 神戶 大阪左邊一點會叫神戶 對 然後神戶再往 過個橋 過個橋去到一個島 一個島 那個叫淡路島 淡路島 淡路島最有名的 我們這邊也叫工商服務校 這是我們超最棒的最愛 去淡路島必買 絕對 淡路島他們的調味粉 真的 長這樣喔 聽眾朋友可以去看 這沒有字路吧 沒有字路 真的超好吃 超好吃 全世界最好吃的調味粉 因為淡路島產洋蔥 所以他們的調料 我覺得都很厲害 它這個就是一些 洋蔥香料 然後有蔥 然後洋蔥 然後黑胡椒 對 你加在肉類還是什麼 都好吃 什麼東西難吃 你加這個粉就好吃 就好吃 我跟你講這真的是個運氣 就是 第一次我們去德島的時候 有經過淡路島 然後它在巴士站讓我們下車 對 下車以後我們就很習慣去看看 裡面有什麼 土特產 對 然後就看到這一個 我就覺得說 看起來好像蠻好吃的 好像蠻好吃的 我那時候就買了 然後剛好那時候 蔡專家很喜歡吃牛排 還是什麼 你就送他 我就送他 然後結果 他一吃掉了 你也沒吃過 反正你就看起來不錯 你就買一個送他 我就買了 哇 他就掉了 掉了 哇塞 他很浮誇 就他就覺得說 沒有在意沒有那麼好吃 然後就開始搜尋 搜尋 到處買啊 網站有沒有賣 結果他收了非常久 他收了三年 你說疫情前 疫情前 終於三年後 疫情過了 有人在蝦皮賣 對 但是超貴 滿貴的 這一個日幣多少 我記得這個 答案都600多 600多而已 就不貴啊 差不多 就是正常150台幣 100多台幣 對 那蝦皮賣多少 300多 那也合理 因為這太難買了 而且因為我們之後不是還有去日本很多地方嗎 我們就會特別留意 有沒有這個 土特產店 其實每次 就這種這件事只有大家去日本 都會看 都在找 對 很難找 很難找 然後我們這一次 因為我們要進入淡路島 終於 產地 對 產地一定有 可是因為我們 我們就想說 淡路島旁邊的那個神戶 那個大橋的Seven 或是超市 或者是 會不會有 業務超市有沒有 對啊 他就過個橋而已啊 對啊 結果我們就在那個業務超市去看 沒有 沒有 對 神戶就是沒有 沒有 就是要過橋到淡路島 就是要過個橋 就是要去淡路島 過橋了有沒有 有 過橋就有了 過橋就有 本島就有了 這一次為了幫蔡宗他買回來 雖然蔡也不是說特地 因為我們自己也想買 我們就在 我們就在 我們剛剛講的二次元之聲玩完以後 就一個時間沒有注意到 他五點的車就發走了 最後末班那個接駁的車發走 對 就是要再等半個小時 或等40分鐘 那我們想說好 那我們就走去好了 就走去他一個賣土特產的地方 逛一下 對我們也是花了30分鐘走去 你走了30分鐘 一兩公里吧 反正也沒車 反正當散步閃車這樣走就對了 對 閃車淡路島 淡路島這是一個非常鄉下的地方 你以為到處都有計程車 跟什麼UBER教導 沒有 你要這樣子藍車都很難 沒有車 你能夠唯一相信的就是自己的雙腳 有有有有 然後因為我們在趕時間 我們如果再走到下一個巴士站 我們沒有在六點以前走到的話 我們可能又要再等一個小時 對因為車點很少 對 所以我們幾乎 基本上我們在趕路的時候 然後就禁止大家用手機 我們兩個就狂跑 就一直走就對了 狂一直衝 對 然後衝到那個巴士站 其實我們也不確定有沒有賣 可是一進去的時候 看到這是喜劇了 看到太開心了 還有補充包 對有補充包 補充包 找貨 以前我們好像有一次 不知道在哪 什麼那種普特產市集 我們去哪裡啊 東京 明谷屋 對明谷我們24小時 明谷屋那一次 意外在超市場 超意外 真的太意外了 我們剛好就是要搭飛機前 就是空檔一小時 不知道要去哪裡 那邊有個百貨 然後你就去逛逛 那百貨下面 欸圖充傘店 走進去 竟然要 彈鹿島圖充傘特賣店 你這台直接賣店 賣一下 你這個補充包小包的 我們還要大包的 還有大包的 彈鹿島還沒有大包的 大包 我們還要大包的 業務用的感覺是 那就是快閃電 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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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是快閃電 所以你真的很難買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很難找 真的是運氣運氣 真的是蠻好吃的 終於看到了 但其實 沒有買到丹鹿島沒關係 就是沒有那麼好吃 但日本超市很多這種粉 其實他們那種 神奇調味粉 很多很多 都不錯 我們可以試試看 我們大概都試一輪 吃不錯 但都沒有丹鹿島厲害 對 他撒那種薯條炸物 鹹酥雞來 你覺得不好吃 那鹹酥雞炸的有夠難吃的 你撒一撒就不好吃 這麼神奇 真的 傳說的廚具 真的 我跟你講 我們這一次去 因為我們不只試了這個調料 其實我們還有試它 就是洋蔥蟬的其他調料 你說丹鹿島 他們其他的調味料 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加了洋蔥的關係 他的其他調料也都很厲害 蠻好吃的 然後有個多的甜味出來 對 都蠻好吃的 那以後你就放一罐在包包裡面 對 隨身攜帶 這個要啊 隨身攜帶 你是買了幾包 因為你送我四包 沒有三包 三包 三包 其實我只是扛了十包回來 所以五包就送給他 你們三包 那你沒有留 我買兩包 怎麼夠 我跟他講說 他一定還會再去二次元之身 對 太喜歡是不是 所以反正還會去 然後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如果我去丹鹿島 拜託一定要留時間 給他們伴手禮 因為真的太好買了 淡鹿島的土特產都買 它裡面有很多真的是外面 你知道我們兩個是伴手禮達人 我外面真的沒有看到 而且我們平常去日本 那種小的饅頭嘛 這麼甜到爆 那個淡鹿島自己產的鹽 所以它那種小饅頭 有那種加鹽的 又甜又鹹甜鹹甜的 超好吃 那種饅頭都是騙人的 你知道嗎 一開始我們都覺得誰會買 對啊 我們已經去那麼多次 不會再被騙了 不會再買饅頭了 所以這一次我都只有各買一個這樣 試試看 對 試試看就好 一吃就乾娘 然後 直接 好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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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大摩大摳的 摩托摩托 你還沒辦法回去買 你還要再過那個橋 對 就是淡鹿島那個鹽厲害 搞不好它就灑這個調味粉 有可能吧 神奇鹽 神奇鹽 就它那個鹽很厲害 就灑什麼都好吃 對 他們很多牛奶 它落農業好像也蠻厲害的 所以它淡鹿島牛奶也算是有名的 它是不是灑了鹽 灑了洋蔥 有鹹味有甜味出來 對 好吃 要推薦大家去逛他們的土特產店 有去淡鹿島的話 土特產店一定要逛 對 然後這個調味粉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 就買 要不代理批發一下 好啦 訂閱XR剛剛六個頻道 底下留言 他說他有想過 你看那個多瘋 你說代理這個嗎 代理啊 我就專賣那個 他超愛啊 他超瘋的 真的很厲害 不知道有沒有人吃過了 趕快留言 你這個通常要去過淡鹿島 因為它這種東西 如果出現在本島那種土特產店 你絕對不會想買 你絕對不會買 你真的不會買 就是我們知道這個 你經過你也不會買 你放在超市裡 他不會放在一般超市裡面 沒錯 AON啊 不會 完全沒有 不會 不會出現 因為他推薦給很多人之後 然後每個人去都跟我說 找不到 你可以幫我買那個嗎 我說沒有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對啊 還是歡迎淡鹿島人跟我們聯絡 你打我的包 因為這個放滿久了 我家囤了五包 他第一包我送給他 他過期還在吃 是不是 我冰在冰箱繼續吃 他很珍貴 其實習慣用之後 你看他越來越底的時候 你會很焦慮 你看這個是不是真的會用太多 這個孔太大 要自己換一個罐子 不能一次灑太多 我這個已經第三罐了 但比如沾薯條什麼 我會就是薯條最後把它旁邊的那樣沾起來吃 然後灑肉也好 那個肉爆乾燃刺你灑 你還沒吃過 趕快吃 用量好大 炸物 對 你等一下回去鹹酥雞 然後灑一灑 你明天才減肥 對 今天炸物灑一灑 就整罐拿起來倒了 又想看 灑一灑 這個好事 如果排名 日本各地排名 我們排第一名 伴手禮第一名好買 是北海道 第二名我心中就是淡鹿島 他直接碾壓 這個小地方 碾壓什麼京都大阪東京 京都應該是第三名了 東北 全部碾壓 碾壓我覺得 我覺得啦 但是我覺得不一定抱阿B覺得 不然你會問他 有有有 我覺得真的有前三了 他那個神奇洋蔥加下去 神奇洋蔥 就是這個 你加在甜食 你加在鹹食 真的各方面都可以適用 對啊 好啦 感謝我們今天這一集的乾爹 菜宗漢 淡鹿島的洋蔥 洋蔥粉 謝謝 謝謝 歡迎找我們置入 什麼東西 歡迎找我們 你送給蔡湾 一想看人家就很開心 真的 如果你有去日本的各地 那剛好看到淡鹿島上的字 趕快進去看 就進去看看 有沒有賣這個 長這樣的喔 對 橘色橘色 如果沒有看影片是聽Podcast 是這個 它就很簡單的一罐 然後就一條橘色的標這樣 上面寫淡鹿島 這樣 就這樣 其實講到這個可以推薦大家就是 比如你在車站還是哪裡 然後都會有他們怎麼某個地方的土特產那種 特展 特展 真的都可以去逛逛耶 很好逛耶 很好逛耶 待會再推薦大家一個好逛的 先把這個二次元之聲 好想玩 對 好來來來 二次元之聲 去淡鹿島 最好玩 可以玩最久 應該就是二次元之聲了吧 我覺得它真的可以玩兩天 兩天 我不誇張 它不是四個主題 幾個主題 五個主題 它本身是一個大公園 你進去那公園是不用錢的 是喔 對 平常大家就會帶它去遛狗玩飛盤 因為它是有非常大的草地 它就是一個大公園 對 而且很大的公園 走很久的公園 很大的公園 然後它在分主題 像長舍的主題有 鬼滅 長舍的話是蠟餅小溪 蠟餅小溪 長舍 我看那個蠟餅很好拍耶 很好玩 而且它是那種有的拍 對 然後有的互動的遊戲 對 你還可以在高空那個繩索啊 在那邊 滑 滑過一個湖 對對對 蠟餅小溪 蠟餅小溪 然後跟火影忍者 火影忍者 火影忍者 一堆外國人去火影忍者 我們在那個富士忌 剛好也遇到一小小的街 火影忍者 我們就瘋了 我說我吃拉麵 那本來老師在坐我隔壁就瘋了 那是一整區的 一整區 對 然後還有這一次我們去的 勇者鬥惡龍 勇者鬥惡龍 然後哥吉拉 哥吉拉 那這個勇者鬥惡龍 哥吉拉你最愛啊 I love 你火影還好吧 火影 我好久沒看了 火影還好 蠟筆小心應該還好 蠟筆小心 我覺得我們下次可以去 因為它看起來很好 就算沒有玩 不但吃蠟筆小心 你也可以去玩那個東西 對 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 可以可以 它有點像我們之前去澳洲的 那種體能訓練有沒有 高低空那種 對 但它是整個在戶外 然後它也有分總 簡易中等難 對 有分難度 漂亮 趕快阿倫可以幫我們上一些圖片 然後你就寫 翻設置網路 就沒問題 就這樣搞嘛 新聞都這樣搞 我們自媒體也是媒體 可以這樣搞 然後像鬼滅它是特色 特色的 就可能一段時間完了就結束了 那個鬼滅大家也可以去搜尋一下 它做的非常像那個場景 裡面的場景的 鬼滅白天晚上都可以 晚上它那個打燈 根本你好像就在那裡面一樣 它音樂也是到晚上的 對到晚上 就每一個園區好像都有到晚上 有的白天跟晚上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是走到那個大公園裡面 然後要進去這一區再買票就好 對 所以你要是分區買票就可以 但必須說那個票都不便宜 有 有有沒有快速通關貴嗎 有 你說每一個站 每一個區 每一個 多少多少 我印象中都是3000日起跳 3000至6700 像我玩歌吉拉 勇者都有用說3400啊 3600啊 一個人 一個人 而且它有分喔 我們玩的是最基礎的 最基礎的 還有更貴的 不給你 對啊 勇者都有用我那個還要 如果你要有勇者裝備全套的話 好像8000還1萬日 一個人 它會付給你 所以你就可以穿那個勇者的裝備 然後進去闖關這樣 對 然後還有那個包包 你那個勇者天空之盾的那種包包 幹太宰了什麼 對 因為連我都駕馭不來 所以我還是買最基礎的而已 我那時候就問他說 你都來了 你不乾脆買全套 但它是送你嗎 對啊 沒有就是你要買那個最高層的票 對 那個裝備不是送你喔 只是借你 這包包也太便宜了 就這包包就給你帶走了 好包包帶走 那可以啊 不行啊 因為那個真的很難駕馭 我跟你講 我不敢拿啊 誰認識你是包包逼啦 你一開始的選擇會影響到你後面喔 這威威道來 我那時候問他說 你不買你不玩 不頂嗎 就直接裝頂了吧 他就說他覺得沒關係 他那個太下桿 他回台灣也不敢背 對 然後反正他幾斤思量在那邊憂鬱 覺得說那他還是先玩最簡單的好 基礎的 最簡單的 然後我想說沒關係 反正我是陪他來嘛 他想怎樣就怎樣 所以就進去了最簡單的 一開始我們還在那邊嘻嘻哈哈 悠悠哉哉 在那邊拍 因為他有些地方能拍 有些地方不能拍 我們還在那邊邊拍邊玩 嗯 到後面開始進入那個劇情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哇靠 媽呀太可怕了吧 他那整個村子 你要一直在那村子翻箱倒櫃 找東西 收集東西 然後收一收 再去隔壁的那個森林裡打怪 你是用人類在跑的 對 你真的是完全在打電動RPG 就是一個RPG 你真的就是在角色扮演 這麼有趣喔 你就是勇者 勇者意宴 很像你在玩勇者意宴的感覺 你找到線索 你還要去跟村民講話 日文如果不懂日文怎麼辦 對對對他有簡體中文 喔那OK耶 對對對 有英文簡體中文也都可以 有有有 三種語言 網站有環體中文可以開 喔網站有環體中文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蠻酷的 對 現在現場是有簡中啦 所以你會戴耳機喔 還是反正就按那個 他那個是一個 中二手環 中二手環 你去touch一個東西 然後 對 他那個電子螢幕就開始演劇情 NPC就開始講話 很酷耶 然後你就簡體中文 對 然後你解完一個任務 你可能在跟同一個NPC講話 他又講不同的話了 所以你要一直去 對慢慢一層一層的去解任務 你在闖關耶 但是你是一個人類 對 所以如果你沒有買到頂的話 很多關你不能玩嗎 對 少一個自線任務 我真的太感謝了 因為真的太累了 對 我們沒有我們最基礎的 都已經玩了大概兩個 兩個多了 兩個多小時喔 光那個主題 我們就一萬多步了 到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在那個區我走一萬多步 好整人喔 難怪你不會瘦喔 難怪你去日本沒有燙啊 那兩個 到第二個小時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我什麼時候可以破台啊 我被關機了嗎 我覺得勇者的老婆好難當 勇者的老婆 所以 所以他不能說 忠者我放棄 那種 GAME OVER 我不要了不行 應該你跟工作人員講的話 也是可以 算了算我太累了 那種太累了 一玩兒大家就是勇者嘛 勇者就是 勇者是不能放棄 勇者的老婆呢 勇者的老婆 勇者的老婆 勇者的老婆要拍照 所以他也不能放棄 他那天一大早要出門 他就說我今天是個勇者 勇者的老婆辛苦了 那你還 那我要當勇者的老婆 要陪你 所有的勇者背後都要有一個偉大的老婆 要幫他拍照 對 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而且因為他有 平常說村子 然後森林 然後城堡 城堡 對 所以你都會有一些 你人類都要這樣子 徒步的跑過去 他裡面是多大 其實 光一個主題 就那麼多場景 對一個主題而已 對 認真講的話我覺得還好 但因為你要走來走去 因為燈物的關係 因為燈物的關係 你要重複的地方 這樣可能 那邊來回這樣走 對 而且他的村子的每一個家裡 你都要進去 他說勇者兜樂龍 初期的新手村 就是你要去翻箱倒櫃 就找線索 然後找道具 對 就是一個傳統 系列座的傳統 來 現在已經不懂了 可以開始放空了 來 你 雍者兜樂龍裡面 就是 主角就是可以 官納 你看到官納 衣櫃 然後 箱子 你都會去按一下 看裡面有什麼 搜索鍵 官納你可以拿來摔破 有的時候就 你就會發現一顆小徽章 很開心 因為你可以跟那個徽章王 去換很棒的東西 幹嘛 喝了喝了喝了 不是他沒解釋的話 會不知道在玩什麼 所以他還有解釋 所以他是一個 就是歷代遊玩的人 一定知道的傳統 就是你要去翻箱倒櫃 你就要翻箱倒櫃 所以你進去真的有 只有那個官納 就真的有那個 有官納 那個衣櫃真的是可以開的 它不是有造景喔 它是真的可以開的 裡面真的有東西可以 你真的要去開 因為你不開你就找不到 有些寶箱有不隱密的 你知道我們後來 有一個寶箱我們怎麼找都找不到 我每一家 我真的地毯式的搜尋喔 我真的找不到 結果他在哪裡找到你知道嗎 就在一個桌子 桌子 然後它上面鋪了布 它只露出大概十公分 紅紅的那個寶箱殼 我是遠遠的看 那邊蝦紅紅的 你要去把那個桌巾拿起來 那該不會是上一個人 搞你 應該不是 我多開心 你知道多難找嗎 YOU SO COLD 有一些我們找到 還是因為看有 有攻略嗎 有些攻略是不是 看別人 有一個小弟去開那個 我覺得根本就是造景的東西 然後他就這樣打開 我心裡 哇靠這可以打開 原來是 那如果多 那所以裡面的勇者人數不多吧 不然玩起來就沒意思 它原則上是四個人會一對 可是這樣我們兩個人的話 就會幫你設定兩個是NPC 對所以其實應該要四個人人類去找 去分工會比較 是因為人不夠多嗎 遊客沒那麼多 誒 說實在 我覺得還好 沒有那麼多人 你不會很擁擠 畢竟是淡路島 對啊就光交通就會讓你有點卻步 所以你沒得偷看別人 沒有那麼多人可以偷看 有一些日本女生還穿高跟鞋 我覺得他超厲害 哇好累喔 光一個就玩兩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 對啊 那這個應該是要有在玩那個 有玩過電動的啦 勇者斗耳龍 然後去一定會很興奮 對 就是跟你打電動一樣 對你想瘦的也可以 你可以去健身 勇者的老婆 勇者老婆進去絕對會瘦 兩萬步喔 光內區兩萬步 就快兩萬了 快兩萬步啦 所以好險我就跟他講說 好險你選了最簡單的 你們才可以順利過關 不然可能三萬步囉 對我怕可能要玩到天黑 其實連我都話也有點慶幸 我選最簡單的 哈哈哈哈 不然後面的行程就delayed了 勇者斗耳龍一個 後來沒有玩什麼 你們玩兩個嘛 格吉拉 另外一個他就鎖定格吉拉 本命啊 對沒錯 格吉拉主題 我很興奮可惜 他是真格吉拉 他又要再講就是格吉拉 因為格吉拉有很多 他可能有重啟 191000年份的格吉拉 每一代的那個格吉拉不一樣 那你要介紹一下 他放在那邊造景的是真格吉拉 真 是好像2016還一級 真的 你說真的 新格吉拉 就是格吉拉有什麼紅蓮格吉拉 什麼格吉拉 不是不是是真啦 true啦 信是那個日文發音是真格吉拉 我們去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真格吉拉 像那個什麼格拉斯利飯店上面那個 真格吉拉 對 No 真的假的 飯店那個不是喔 飯店不是真格 那什麼那什麼 你們要知道 你們要知道 不是真格 不是什麼格 那個應該是平成格吧 平成格 還是昭和歌 平成格 還有昭和歌 因為我最熟的紅蓮哥 對啊 1995的紅蓮哥 紅蓮哥算最紅 因為紅蓮哥最好變認 最好認嘛 就紅的嘛 就快融化了 紅蓮哥 又帥 但是他是真格 所以一開始其實我 有點掙扎 因為我不喜歡真格 那你最喜歡是 紅蓮哥 紅蓮哥 那你是嘎哥 我是嘎哥 嘎哥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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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宇 傑宇 Hawa Baby設計師 弄一個 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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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穿著一個 嘎吉拉 那你稍微改一下 我們就芳婉 芳婉 芳婉就不是侵權的問題 我們是芳婉 芳婉 芳婉 請請請 但是我覺得 真格 一開始他就是 你就是變成調查員 他很用心耶 他超用心的 調查員他很用心 他還拍了一部電影 拍了一部微電影 大概三五分鐘的微電影 解釋他為什麼出現在淡路導航 對 要解釋然後讓你帶入這個劇情 沒錯 然後你就是調查員 你要進入什麼 哥吉拉的體內去調查他的細胞 有的沒有的 對 沒錯 一些前情題要背景 好有趣喔 所以每一個主題會因為他的 這個動漫我們是打電動 所以你就去闖關 對 那個哥吉拉電影嘛 是劇情的 你就變成那個調查員 然後繼續玩 沒錯 好酷喔 對 怎麼玩怎麼玩 然後一開始買票一樣三千多日 然後 一開始第一關就是那個高空掉的那個鎖 我看到 那真的是 就那個就進去 然後進去哥吉拉的嘴巴裡面的 那個超大 那是哥吉拉的造景超大 那個真的很大 要是他不是真哥就好了 你會更開心是不是 那個有沒有比飯店那隻還大 有 還大對不對 我看超大的 超大 你現場真的有 你如果不買票你還是可以看得到他 對 好遠遠的在外面就看得到那一隻 對對對 而且他那個調查就是你要滑進去 所以你買票只是為了滑進去 如果你沒有想要滑進去 你在外面就可以看到他本人就在那裡 拍照也是拍得到 跟他拍照拍得到 都可以 是沒錯 買票就可以滑進去 然後進去裡面玩 對然後就開始一個套票的set內容這樣子 所以你也跟著 我滑那個溜神 對他那個 他滑了三千日要死 三千日 他有兩條路 一條是滑進他的嘴巴裡 調查他體內 一個是滑在他的皮膚上空 就是比 滑上面 對然後看他的外觀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會選滑進去他嘴巴裡 一定要滑進去他嘴巴裡 這嘴巴這樣滑進去也超酷的 那因為他其實距離蠻遠 速度又有點快 又有點高 所以他一開始安全措施 做的蠻扎實的 他就像那個公園的小朋友 在玩那個坐著 然後把安全帶這樣 沒有沒有坐著 沒有坐著 我跟你講他一開始就說 來你口袋什麼東西 都要叫你全部掏出來 要進空 對 然後要穿一件非常的鎧甲 就是整個把身體套住 然後你唯一支撐你就是你這個 就是身上的那一根 勾住 勾住而已 勾住然後你的手要自己抓著 再也沒有任何東西 你就只有抓著 所以你整個相關會在那邊晃晃晃 他會跟你說你的腳要伸直 往前 要繃緊的感覺 那個是芬喔 芬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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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晃晃晃就慢了 沒感覺 摩擦力 你只有手撐著 其實很累 有點抖 對 你要用你的核心的力量 要核心 你才繃得緊 繃得緊才滑得快 對 一開始是他先上去 然後我就是拍他第二個 我就在那邊看 我心想說那也沒什麼 一定很安全 我人民一定要相信 他們的安全措施一定很好 對啊 結果他在那邊弄的時候 我心想說 越來越緊張 手心有點發汗了 然後他會問你說需要噴水嗎 噴水 噴什麼水 就在大家嘴巴之前 他會有一個水 噴水蛋 是要噴到你嗎 會把你噴溼喔 還是從地上的水 噴噴 你就直接滑過那個水蛋 對 然後我就看他這樣子弄好 但一定要啊 不用加錢那一定要啊 不用加錢 對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 他就問他說 他也不會問你什麼 他就弄好 然後就1 2 3 然後就把你推上 講到這個 我就下面就有點痛 他很煩 他都很久 因為那個防護措施啊 因為那個防護措施啊 他會卡在一下 卡住 膽膽那邊啊 膽膽 他很被賴 他很被賴 把你精靈的搞完 一開始 他上去的時候 工作人員就問他怎麼了 這樣 因為我就有點 因為已經有點很痛 那是你 然後終點站的時候 一定那個急停的力道 我怕我那個受不了 最後剎車的話 完蛋 我就跟他說 對不起 ちょっと 一代 卵 一代 我都跟他比著這邊 然後跟他說 一代 一代 他懂 他懂 他就說OK OK 然後就幫你稍微鬆一點 就調整一下 對 就比較舒服 我就跟他說 喔 肌膚 然後他就把我推上去了 就真的很快 肌膚就上路吧 對 過去 我覺得還蠻快的 十幾二三十秒而已吧 很快就結束了 沒有它很遠 所以你就 蠻遠的 這樣 然後蹦蹦蹦 然後到的時候真的 還好你有那個 真的還好 我真的很慶幸 對 不然就破綻 不然我那個真的倒在地上起不來 所以那個擊殺是有衝擊力的 砰 對啊 好酷喔 對 所以男生去玩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那個鬆緊度 對 你在上面這樣要衝到嘴巴 我在想那個畫面一定很爽 很爽 就是你的前面是看到他嘴巴 對 就這樣進去耶 很有臨場感 很酷耶 而且這麼大隻的歌 對啊 就哇 我被它吃掉了 然後緊接而來的就是 你的一些地方的疼痛 沒有 他一整在意 你客氣 那是你才會疼痛 你會有煩惱 你問問看菜菜後面疼痛 你這樣下次我去 我也要說 不好意思 怎麼好 玉米一帶 等一下說了台灣人在那邊 玉米翻死 等一下如果去的話 玉米一帶 他們會有蛋嗎 他們會有蛋 他們會有蛋 不然人家說你這太小包惡的 沒感覺 對啊 那那個小朋友可以玩嗎 小朋友可以衝嗎 有沒有衝高限制 他前面有一個板子 讓你量 應該也是110公分 我覺得 日本很多 120 120 我站起來120 超貴那就不行了 沒關係他會再長高 差一點 他到的時候就120了 對 因為他也是喜歡戈吉拉的 他喜歡恐龍 所以他的戈吉拉是很興奮的 很興奮 會帶他去玩 我跟你講他已經挑戰過富士集 那對他來說就是 小異時 小兒科 Mada Mada 小兒科 他已經上過大聯盟了 對對對 哇大人現在回來中華直報 還好 就還好 就球速真的還好 我覺得戈吉拉有點吃粉絲 因為他那個滑下去以後 接下來就是一些就是 調查 其實就是拿那種光槍去打他 那種就很無聊 也沒有人會理你 你要打幾百次都沒有人理你 打戈吉拉這樣而已 他的細胞 然後他那個造景 就是會有一些造景 你就要射他 對 那很吃粉絲 就是在電影 然後影片裡面看過那些東西 你直接在打 也沒有 也沒有 就是打戈吉拉的 全新的劇情 對 然後 那就有點空虛 他應該主要是賣那個衝進嘴巴吧 衝進嘴巴 衝進嘴巴 跟最後一part的那個 他的一個博物館 對 我就說博物館就很吃粉絲啊 你不熟了去就看就沒感覺 就看說好大的戈吉拉 好多戈吉拉 然後好多種戈吉拉 這個真歌 什麼和平歌 不是平成歌 造和歌 還有令和歌嗎 令和歌還沒有 還沒有 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 還有令和歌 就什麼歌這樣而已 對 就是為了喜歡的去看 但粉絲一定要進去啦 對阿 我就推薦一開始的那個 吊索嘛 然後跟最後的那個博物館 因為那裡面博物館就有很多 戈吉拉的造景啊 或者是他歷代的那個公仔 在裡面 所以可以拍照 可以 可以拍照 周邊可以買嗎 可以可以 重點是周邊好不好買 我覺得還 大本現在比較好買 你們去的那個比較好買 因為戈吉拉現在很多 都到處都有那種很大的那種主題的 主題的周邊店 對 都到那邊了 應該有點特別了對不對 勇者鬥而龍比較好買 對 勇者鬥而龍 哥吉拉的比較還好 還好 哥吉拉今年是不是幾周年 所以今年很氾濫耶 他也有電影要上啦 喔電影啊 對啊 有電影要上啦 因為這次去 他到處都是哥吉拉的販賣店 快閃店啊 電影要上前好像都會這樣 對蠻多 突然周邊氾濫 哥吉拉也是常設嗎 常設 是常設 他花了那麼多錢 對齁 成本很高耶 那一隻 所以他還有其他的一些是那種 特色 鬼滅跟 期間限定的 對 像這次城市獵人 城市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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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耶 因為他最近有電影 不是成龍喔 不是喔 不是電影港劇成龍 他最近有電影要上了 喔電影要上了 喔電影要上了 喔是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他之後如果有什麼 應該會換嘛 對 一年一年會這樣換 像環球這樣換 我覺得我們下次可以去 蠟筆小新跟 小新 火影忍者 小新火影兩個就很 很OK啦 小新 我有看齊有其他YouTuber有拍啦 有了有去過 有幾對有去拍 不多人拍 因為真的太難去了 對 不多人拍 我想找資料影片都很少 很少很少 很少很少 下次我們去玩 好 不錯不錯不錯 我最近有喜歡 我最近有喜歡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四個人剛好一對 是嗎 他在裡面 你要在裡面走兩萬步 其實我沒玩過 勇者都有了 我只知道那個水滴 那你有看那個 那是勇者意願 那完全不一樣 你可以去覺得 你可以當勇者意願 那是搞笑的嗎 那完全不一樣吧 這個概念是 概念一樣 對 你去那邊當意願 那個佛 佛祖是我的偶像 左承二郎 左承二郎是我偶像 SATO 太有喜感了 他太好笑了 那個佛祖 不是勇者意願耶 那不一樣 那不一樣 我可能沒辦法當勇者的老婆 那中漢來 中漢來 好 好 我們可以去 我們可以去鬼滅啊 什麼 蠟筆小心啊 蠟筆小心跟那個就可以了 對對 我都帶小朋友去蠟筆小心 對可以可以 他們最近 他沒有在看蠟筆小心 他還沒去玩 他認識啊 他認識啊 他認識幾個重要角色嘛 沒有我看蠟筆小心 你不管認不認識 他過去就是耗體能啊 就可愛啊 沒有他那個 他那個爬上爬下 他主題是什麼 他是高空的那種體能訓練 爬上爬下 左跳右跳 該不會沒有 錯背那個 龍逗兜龍比較好一點 沒有因為 因為蠟筆小心 出來之後想說 好像其實那裡 沒有因為蠟筆小心 他是小朋友 然後幼兒園 在那邊玩 所以他一定是符合 有小朋友玩的 對 所以不用怕 應該是不用動 就動體能就好 我覺得你講的很有道理 對 他的設計概念確實是這樣 對嘛 但他把他拉高兩公尺 是這樣啊 那個level是翻倍的 不一樣的 對 好啦我們去玩玩看再來說 因為我看那些造景 他都是真的 比如說真的模型 像一支 不是那種 一些那種 比如說那種 我們一些 比如說搬到台灣來 一些展覽就是紙片 就是輸出版 沒有 它是一整支 一整支的 對做的就是一比一還原這樣 對 一整支很貴 很爽 你有做過 對對我做過 我做一支大老婆 就十萬了 一整支很貴 十幾萬 十幾萬喔 對啊 所以你去那邊 一定要進去 因為它就不是紙板 在騙你錢 而且這個樂園我們可以大推特堆 原因是因為 其實因為真的很難去 所以 我們就算推了也不會有多少人去 對 你也不用擔心說 以後外面人擠人 完全沒有人擠人 如果已經有去過大阪的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話 可以體驗不一樣的大阪 我覺得應該到第四次第五次 第四次 我們都去這十次以上 才去淡路島 對啊 因為大阪通常是金板神 可能一次還不夠 可能要玩兩次 可能要更多次 對啊 基本上要玩透的話 可能真的要 兩到三次 京都可能就會被卡好幾次了 對啊 第四次你可能頂多拓到神戶 對啊 神戶我們都好幾次以後才去 各位 神戶跟淡路島 他們是兵庫縣喔 已經不在 已經是兵庫縣了 他們是兵庫縣 說的也是 它不是大阪府咧 不要大家覺得 已經跨過去了 不要以為神戶就是 那個大範圍 它是兵庫縣 已經是大阪府旁邊的兵庫縣了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們已經去到 暗和田城嘛 你們去看暗和田記 暗和田寺 然後很難得 想說暗和田很難去對不對 對 因為日本有百大名城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去那個神社是不是搜集玉珠印 對 可以請那個神職員幫你寫玉珠印 紀念紀念 紀念然後有點Burby的感覺對不對 對 然後我最近去 疫情後去發現 他們在2022年 才推出的玉珍印 是新的 百大名城 百大名城 只要去城 然後去它的販賣部 一定有在賣這個玉珍印 然後更囂張的是什麼 因為我最近在追大和劇 對 它還有武將印 武將啊 這太多了 這太多了 武將印 你這邊算了 我們上次的名古物不是有買嗎 他買那個一個一個一個 對啊 我去名古物就 我又買黑田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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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去大阪的時候 我們去紀錄城 這是馬路記說幾座 沒有沒有 他給我買了一整組的武將回來 對 因為我追完那個 我之前追完那個林昌店 然後我回頭去追黑田 關兵衛 對 然後就去紀錄城 他出生的地方 剛好就看到 喔 一整組的武將 模型 他給我買了一整組回來 對 而且他有三十幾隻 他必死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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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扛了六七隻 慢慢慢慢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武將印 所以你去城的話 如果那個城 有他的一些武將故事 他就會賣這種武將印 你可以去收集 是 然後我想說 大老頭佛 我有看他發文FB 好 他有去岸和田 岸和田城 有有我們有去岸和田城 是一個小城 對 非常小欸 然後我就買 我就翻了這兩本書 大家可以看影片 來五三看影片 我還特地去找 因為這個很 因為是新的東西 所以網路沒什麼在介紹 影片什麼網誌都沒有 我就看到這個是原文書 他特別在介紹 玉城印跟五將印 他就會說 哪裡哪一個城油 然後哪個什麼販賣布油 哪裡有在賣這樣子 就去收集 我買了這本書回來 我還特別翻了一下 岸和田城 有欸 一一三頁 他期待我們會帶回來 我打開 有欸 你們看這個 是岸和田城 就像你寫我們去什麼什麼什麼神社 神社 他就寫什麼什麼神社 岸和田城 手寫超帥的 然後我看 他們照片沒有 有拍到城 沒有拍到玉城印 欸幹這小子 給我驚喜 很會 然後真的回來 有一袋 我第一天回來去他們家 他馬上這樣子 真的有一袋 好 就那個蛋 我打開 蛋入島的調味粉 然後那個五感 上次有介紹五感的蛋糕 OKOK 然後翻 玉城印 最重要的 他馬上走過來說 玉城印 但是我要解釋一下 我要解釋一下 我們那天去岸和田城 我們真的有去找玉城印 有 真的有去找 然後呢 我們還買票上那個天手 天手格 有上去 對啊 然後隔壁的那個 就是 販賣部 我們都有去找 沒有 對 然後我還跟他說沒有 然後他說沒有 岸和田城那麼小 沒有 什麼玉城印 當時我們在現場就說 岸和田城那麼小 應該沒有吧 可能沒有吧 回來一番來 一一三一 岸和田城 長這樣 他有寫書在哪裡買嗎 有啊 靠腰 這邊直接寫啊 受付啊 岸和田城受付啊 不可能 而且他有營業時間 買票的地方直接跟他講 有可能 買票那我們也會看到 那邊有玉城印就會寫 讓你比啊 對啊 只好再去一次了 我知道他想你自己去啦 只好再去 不行嗎 這蒐集不完 這100成 這太難蒐集了 我們有看到就買 真的沒看到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好了啦 不要 賣官司 掉人家位 哪來啦 快點 很難去耶 其實岸和田城 岸和田不難去 對 他就在關西機場的前兩站 對 他離機場很近 下一站就是Outlet 再下一站就是機場 所以如果大家有 好吧 前兩站有沒有 先去岸和田城買一個岸 岸和田城的 所以岸和田城不用跑到 那麼深 不用 那個淡路島不用那麼深 不用不用不用 他在機場前兩站 前兩站而已 通常大家就會去停在那個Outlet 林空城 林空城嘛 林空城前一站就是岸和田城 沒錯 那不會有人特別去啊 沒有 你可以去他的那個天守閣 然後就可以看到 喔那邊是林空城 Outlet這樣 對 看得到 那他下車站要走很久嗎 不用 也很近就對了 10分鐘大概15分鐘 頂多 很近啊 很近很近 小城他叫你自己去啦 好啦我下次就去看 好不好 還是有沒有人最近要去大阪 你去大阪 各個城堡 各個城堡有快到了嗎 我來送他 你們如果要去城 因為去一定會去神社嘛 要經過城 你一定要去一下 他隔壁就是岸城神社 所以你可以去神社加城 玉珠印 然後玉塵印 一起收集到 然後車站一出來 就有一個小小的案內所 你可以買他們的 周邊商品 岸和田城的周邊商品 就是他們那個祭典的周邊商品 岸和田城他沒有什麼武將 他這麼太偏僻的地方 沒有什麼有名的武將 真的太小了 他就沒有武將印了 好啦跟大家這個 講個訊息 超酷的喔 所以你下次去如果是有興趣的話 但你這個一定要對日本戰國 還是歷史有一點興趣啦 不然就很無聊 確實 沒有我覺得對 其實後來我們那時候 不是有買那個玉珠印嗎 後來身邊很多人大家都買了 就是大家好像不是 就是一個收集的 紀念 紀念的概念 就是你旅遊紀念的概念 對沒錯 所以會記得說我去過這個神社 然後他會幫你寫日期 寫日期 令和幾年幾月 我去過這個神社 沒錯 變成一個紀念 他這真的蠻詳細 因為那天我跟爸爸在明石車站 算小車站 搭車的時候 就看到遠遠有個城 然後我們一查就是明石城 明石城 對 然後結果回來看這本 靠邀明石城也有 有啊 兵庫縣明石城99頁啊 你幹嘛還提 這裡啊 你在提 我沒去 我沒去 明石城 明石城寫在這裡 代表他走路過去不遠 你可以去明石車站走過去就好 他在那個 他會跟你講哪裡可以寫明石公園 然後營業時間八點到下午五點 好貼心 超貼心 這個很重要 明石公園OK 你順便去看明石大橋 剛好一個set 好冷門 這個超冷門的 有沒有 剛三層 這個很貼心啊 這本 可以可以 這個就原文書啦 直接買原文書 很讚 推薦了 這個太冷 太冷了 他就是想要點我們 沒有辦法拿 然後徹底還拿著兩本過來這樣 還跟我講沒有 就這裡 售負所就有 很像被老師抓到了 你是不會Google一下是不是 等一下你要想 這很帥 對啊 武將印他是 他是會有畫 有的會畫武將在上面 對 水墨風那種 有的是那個 動漫風的 像我買黑田 前面是買到動漫風的 好帥 很讚 很讚 你不要收集我很怕 很讚 這有趣收集 很怕 而且他是直接賣一張 他不可能現場貨 不是一張的 所以裕城印的收集車 他是很像那個透明資料 他每一面是有一個袋子 讓你這樣裝 夾進去的 這樣放進去 放進去 有趣要幫我買 好 成都有 不知道 打電話 來一下 我拍給你看 我們現在在哪裡 有嗎 這裡有嗎 然後比給他看 我們下次去比較深的地方 說這裡有嗎 我就不細有 四國沒有吧 四國有 三層 四國還真的有 四國有 一定有吧 四國這裡有 看一二三四五六六個層 北海道沒有下次就去北海道 對啊 但是沒有層 對 他都新的 對 來講一下 歷史以前是蝦夷的地方 以前是蠻荒蝦夷 戰國時代還沒有開發到這邊 了解 太遠了 頂多到青森的城 但青森都有了 青森仙台那邊 對對對 我們有去洪淺城 對 去哪裡 洪淺城 那一年還沒有 那一年還沒有 緊張 不能亂講 洪淺城我們有去 不能亂講 我們有去 緊張 沒有沒有 都不要去 都不要去 我們那時候拍 仙台的時候有 好啦 下次再去 去沖繩 手禮城沒有了吧 手禮城沒有 沖繩沒有 好啦下次下次 你大家自己去玩 跟他介紹一下 日本旅遊的新的小知識 去的話 除了玉珠印之外 玉城印 跟那個五江印 而且五江印有的是 在外面的周邊商品店 不一定是在那個城裡面 像我們算是紀錄城 城裡面的就沒有 是外面的有一個那個販賣部 裡面全部賣五江的東西 如果不喜歡 應該經過就會經過 會覺得很熟 真的耶 對 沒錯 一堆五江跟盔甲也有什麼東西 對啊 然後進去逛很久 你們逛好久 我覺得這也要有點尋寶的概念 其實也是某種勇者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約他去勇者 歡迎 如果有去城啊 還是這個可以幫嘎哥買一下 因為這個城很難收集 那時候大家真的會記 真的會喔 真的會喔 因為那有一些真的太深了 太深啊 有去的 但你會拿到重複的 不要這樣 沒有 我有的話會跟大家講 那個住民都不用 什麼大阪城那一定會去 那一定會去的 大阪城就有玉城印 然後已經有豐城秀吉的五江印 就是那種概念 對對對 好去的都一定會去 都會去 沒關係 你自己收集啦 好 大家知道了 你看明治光秀多帥 你看看 這個背影 這個背影 知田信長的一定要收 知田信長的成語也很難去 我跟你講 無教的老婆也很難當 對 無教老婆很難當 還會被殺死 最近那個 怎麼辦家康 進入到白樂化很好看喔 要推薦 中後判斷 她的個性疲變 好啦 很好看 好啦 可是這一part 你剛剛也是在聊歌集啦 我不能聊像日本武將 可以啊 下次開一集給你聊 對啊 松本論 大家留在看 松本論 怎麼辦家康 她演得川家康 不覺得很格格不入嗎 皮皮的 皮皮的 她到後半段那個年紀一大 那個個性一變 後來好看耶 又演得更好這樣 不一定是 還好 還是皮皮的 對對對 第一名還是那個連倉店13年 13年 去年的 然後她就買了一整個DVD全部 這麼瘋喔 大而去一年一部嘛 對啊 你那個線上那個串流 你是看不到啊 KKTV什麼 之前都看不到 時間到就結束了 是 所以你要看那高畫質 你不可能去看安博嘛 對 所以只好去買 我DVD呢 哪裡播 用BS5啊 對啊 對啊 別拍這個 有繁中嗎 有繁中啊 就增田丸啊 增田丸 如果之前增田丸 什麼什麼 什麼 賭雞 我都在那邊看耶 怎麼把他追回來 然後我們每次看劇荒的時候 他就會拿出來 默默的拿出來 默默的拿出來 然後我就加入我的 然後我就走去睡覺 打回去的行列 不要是不是 好 那我趁你不照 慢慢把他追完 很有趣耶 最近走到跟我一起追了 我只能跟他聊 好啦 我覺得你們可以一起去收集武將 對啊 你可以啦 巴薇你有潛力 武將嗎 武將真的真的 你很厲害 可是我對日本的戰國不熟 我也不熟 你看了這 你要先 你先喜歡演員 我好害怕 小麗旋不錯吧 小麗旋喔 有點壞壞的 還是那個 黑田官兵衛 鋼田准衣 對 黑田官兵衛 黑田官兵衛 很帥 我真的很害怕 你不要改當 那一部就四五十幾 對真的超久 沒有 我看到後面都兩倍 兩倍十倍 因為他講話有夠慢 所以兩倍看剛剛好 很悶他很想睡 你就看邊看邊 查那個歷史遠遠 了解 真的耶 照那個歷史走 你就會覺得很有趣 是要考慮日本歷史 真的啦 大和民族 以後你去然後看到佳文 你就知道這什麼武將 你現在都不懂對不對 對 幹 這不是志田信長的 有沒有 有時候看那個台灣 有些造景 對 然後用一些佳文對不對 感覺志田信長的佳文 你現在賣 你現在賣章魚燒 就會懂 對 不錯不錯 好啦 好 好 結束這一part 很冷齁 這一part可能大家已經關掉了 對 有興趣的歡迎底下留言 跟嘎哥討論 跟嘎哥討論一下 我們最近在發那個武將文 沒什麼回復 太冷門了 太深了 很難耶 太冷了 黑臉關兵 不要不要不要 真的 你有沒有覺得我當勇者其實還好 沒有沒有沒有 他會在淡路島很宅 不是 淡路島畢竟比較小 他那個是全日本 全日本 到處都 全日本 你看上次我們去明谷物多興奮 對 你去就有感覺 是沒錯 所以你接下來的那個願望 就是日本環島的話 那你就可以幫他 我有興趣了 好 收集到所有的武將印 可以可以 我覺得那你接下來去關西 你都會蠻開心的 因為那邊好多 很多層 東京都沒什麼層 對 關係比較多層 好啦 有啦 我們最近開始在涉獵大阪 大阪 從大阪這樣放射出去 我們最近去不錯 我覺得如果大阪你要玩市區 玩個24小時也可以 可以啊 真市區不大 對 市區不大 而且其實大部分的點 你地鐵就可以到了 對對對 因為這就小小的 對 小小的 然後24小時 怎麼知道去快點啊 拍了沒 我那一天翻一翻才知道 我們住附近有個茶舊山喔 茶舊山是什麼 就是真的他們當時那個武將那邊打仗的一個地方 哪一個戰役 哪裡有山 哪一個戰役啊 他其實是一個小丘陵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下次來個什麼歷史之旅 要耶 這個你要救他 你要救他 對 對對對 就在天王寺附近 就在天王寺附近 小木三層 有沒有天王三之戰 你知道什麼嗎 什麼統俠關還是什麼 對統俠關 支聯系長統俠關 死定我剛剛是不是要把他拉回大阪 這個主題 我怕結束 對不起大家 對不起大家 我剛剛已經想要把他拉回大阪旅遊了 拉不回來 好可怕喔 抱歉 抱歉 以後我們可能會變成很深的 你去日本旅遊 很深 你要懂歷史才有趣啊 對對對 你看完之後 你去神社都有感覺 東照公在拜什麼 對 德川家康啊 真不知道欸 不知道喔 東照公 上野東照公有去過嗎 有 就東照公 什麼東照公 德川家康啊 難怪他那麼嘻花 對 真的很華麗 超華麗 是不是 有興趣 要不要看 有要拉人進去看 如果還好 我推薦大家我們的聽眾朋友 對 聽眾朋友 先入坑兩部入坑 來先入坑拿兩部 黑田寬兵衛 因為鋼田主音真的太會演了 真的太帥了 然後第二部小力巡也很會演 小力巡 去年的連倉店的13人 好 這兩個 連倉店13人的演員都蠻不錯的 大和劇陣容都非常的堅強 OK 你可以先從連倉店13人 因為近期去年畫質很好 畫質很好 而且那個什麼黑田外面 因為他看的時候 是已經很 就是那個串流上面快要沒有了 對 然後每天都跟我說快點 剩三天我要把它看完 因為很多人問我那個日劇要哪裡看 就KKTV KKBOX的KATV算是蠻多的 了解 因為他還要買授權 他說 我那時候看他好像剩兩個禮拜 就要結束沒有授權了 我沒有高畫質看 真的 我兩個禮拜把50集沖完 好累 好累 因為那個那個很悶那種 我兩倍數把它看完 然後你一沖完就馬上沖紀錄層 對好爽喔 超興奮 超興奮 好 可以啦 之後就開一個很深 很深 那集就很深 你就看那集 單集熱門就不會在裡面 所以我把武將塞在這一集 我不會打開一集 先用二次元來吸引別人 我把武將這一段塞在這裡 逃不掉了吧 進入我們的 藏國武將系列吧 你各位 全部給我進來 林昌電13人 怎麼辦家康 這時候 那個聽眾朋友就想說 什麼時候要結束 對啊 這一段到底什麼時候 我是要聽要吃什麼 大阪有什麼好玩 大阪什麼好吃 你上次介紹那個什麼 龜王好吃 五感蛋糕好吃 今天要介紹什麼 好啦最後來了美食 這次有吃到什麼 我們這一次有吃到一個 蠻驚豔的 不過他不是大阪的名產 也不是大阪的特產 他是四國的 可是你在大阪吃到 可是你在大阪吃到 對就在道敦爵 分店 對 然後之前我們在看那個 日本有個節目 道敦哭吧 沒有 是雞飛城市 好 在日本有個節目叫做 未來 未來日本他有個美味廟國民 他就推薦 有看有看 四國有一個名物叫做 骨腹鳥 骨腹鳥 骨頭的骨 然後腹是 腹前的腹 然後 鳥就是鳥 就是有骨頭的肌肉 答對了 就是一個雞腿 雞腿 雞腿 看雞腿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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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炸的還是烤的 還是什麼料理方式 烤的 烤雞腿 所以是他的醬很厲害 沒有 他沒有醬 沒有醬 他腿很厲害 什麼意思 就是好吃 不是特別的醬 還是他那個雞的品種 第一個他雞好吃 烤工好吃 然後雞油又噱噱噱這樣 都好吃 這麼厲害 皮很酥脆 然後肉很嫩 然後他份量也蠻大的 就是雞腿 對 只吃雞腿還是他有其他套餐 還是他會放在定食的一種 骨腹雞定食這樣 他就是單一個品項 就叫做那個骨腹雞 骨腹骨骨 because 骨腹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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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一千 三百多塊日幣 一隻雞腿喔 對 然後 但真的很好吃 他是這樣子 他的菜單沒有什麼東西 就是骨腹鳥 這看起來就是烤雞腿啊 對 大家去 就是戴骨烤雞腿 然後你可以點一個雞飯 它有一個雞飯 就是用雞油的那種 吹飯 也蠻好吃的 因为日本米就好吃 然后去那边的人 大概就是每个人手点一只 然后基本上是不切的 然后就拿起来再啃 非常好吃 它有很多分店吗 它这间叫一鹤 大部分在四国 大部分在四国 然后大阪有一间 一鹤是123的1 然后鹤就那个 鹤立鸡群的鹤 一鹤 连锁店 四国的连锁店 然后有开到大阪 开到大阪来 然后福岡好像有一间 横冰也有一间 那是一鹤专门在卖的 还是那是四国的名物 好像四国的名物 四国的名物 那边的居酒屋 蛮多都会卖动物腐 对 所以比如说 你去明谷屋就一堆鸡翅 没错是这个概念 然后它有一家的四件 什么 亚马东山 那个最有名 就开到全国哥那种概念 对 像明谷屋那个鸡翅 是因为它那个酱 因为那个粉 它炸的 然后那个粉 很特别很好吃 所以它那就是没有什么 不是因为调味 烤的很厉害 鸡皮很好吃 很香 古腐鸟 欢迎大家去试试看 如果在应该如果其他地方 有在买什么四国的料理店 那里面应该就会有 可能 古腐 居酒屋什么 可能就会有古腐鸟 因为有的是在卖 比如说有在卖冲绳料理 有人去东京就看 这是卖冲绳料理的 去可能就有冲绳面 对 对对对对 如果经过看 试国料理的 就看起来 有没有古腐鸟 就点来吃吃看 古腐鸟 但是我们推荐一鹤真的不错 一鹤是不是 好有去大阪的话可以去一鹤 下次去试试 要要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 24小时24个愿望清单 变萌 对 那就很想吃 要不要 好啦好啦 赶快找机票了 而且这次去大阪 我发现它的物价吃东西 相对便宜 相对便宜 对 对 就是之前你们都说便宜 但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然后都去完大阪再去东京 哇便宜 真的便宜 真的便宜 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路边的发卖机都便宜 对啊 真的 然后去超市大买特买都便宜 都不用看价钱了 那个药装也便宜 对药装也便宜 药装也 光买EX 对就是那个 见四字头啊 4000多啊 哇靠 那几乎每一间都4000多 几乎每一间 每一间药装都4000多 然后他就跟我说 诶 诶是不是见价了 对对对 就我们回到东京 没有 5000多6000多都有 5000多还是有 就找不到4开头了 对 我们以前早上京都近的时候 就会觉得 这些好穷啊 穷得爆啊 要被鬼抓走了 到大阪就觉得好有钱 大阪是便宜之外又担我 对啊 像拉面什么都还是1000以内 都有好吃又大的 没错 路价还是有差 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有差 很赞 好 还有没有其他要推荐的 除了这次的新的收获 古腹鸟之外 古腹鸟 嗯 差不多了啦 哈哈哈哈 我们已经讲很多了 爆牙逼 你知道雪恥吗 你出来讲 今天已经录很久了 你今天讲了一堆 一堆 勇者 勇者斗鹅融 不懂 然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有真哥 我分清楚真哥 平成哥 我知道了 要提醒大家 因为这次我们做淡路导的交通资讯 我们跟大家讲 真的那个资讯太混乱了 你光看网站什么 还不如自己直接去走一走 哦 没有 因为我们这次去也是 就是去河口湖嘛 嗯 后来查一查发现 很多 因为是疫情前跟疫情后 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他的班次什么 那种接驳车 有的就没了 嗯 对对 你现在查到很多人的网址什么 邮寄都是疫情前 因为我们去了比较冷门的 对 对 疫情后都改了 而且有的他Google上面的也改 你还没有改哦 对 是的 那个班次表时间对不对 真的 Google上不足 对啊 那个公车班次什么的 其实是对不起来 是乱的 跟现场不太一样 对不起来 所以建议大家是多留点时间 没错 我觉得时间浪一点 像我们就是提早一小时 直接去现场看就对了 然后看好回程的就好 你去 然后看好回程的 对 对啊 然后算好自己的时间这样 对 因为你当然你要叫Uber是没有的哦 是没有的哦 各位 因为这样随手招机程车 没有人会理你哦 对没有人会理你哦 日 在日本你只要出了 到了郊区就很难叫车 真的哦 真的 你只能自己用走的哦 还要走过一个大桥 即便在东京都 你也会很难 你到郊区就很难叫车了 很难叫车了 嘿 好 懒叫啦 好 懒叫啦 好啦 好啦 感谢啦 对啦 今天OK吗 聊得开心啦 可以哦 你要学吃什么吗 哦 还有淡露岛那个无敌海景的松饼 哦 下次那个 那个没关系 那很 我跟你讲那是网美咖啡厅啦 哦 网美咖啡厅 无敌海景 哦 OK OK 对了 因为淡露岛就是 应该倒了很多 漂亮的海边可以拍照 是的 没错 它有一个松饼店 就是到处都有的连锁店 叫做幸福的松饼 喜亚瓷 太流似了 很多人一定都会去 可是可能 很多人吧 没有 人超多 还很多 生意超好 淡露岛 我都跑到淡露岛 喜亚瓷一堆人 很多人是从本周这样 跟我们一样就是坐着巴士 杀过去 很漂亮 我跟你讲 它在那边打造自己一个 喜亚瓦瓦的城镇 真的哦 对 有饭店 有 没有没有 是 饭店可能是别人的嘛 饭店可能是别人的嘛 对啊 但是有它自己的餐厅 然后有它的 烘焙房 烘焙房 反正它打造一个喜亚瓦瓦的 然后一些网美的 那个装置艺术这样 对 因为我们去 我们去那个 沖繩赖藏岛的 藏赖藏岛 藏赖藏岛的喜亚瓦瓦 那个景就不错啦 也是牌啊 嗯 藏赖岛的我没有去过 但是 差不多就是那样 那没修图差不多就是那样 对哦 真的就是那样哦 对 因为 藏赖岛还有其他 无会不会很 杂的餐厅 它就是它排 就是只有它而已 YES 但你要说人多吗 我觉得排那个景 不会很久 像我排在5分钟就可以排到 那 你知道那个那个 沖繩的那个 西洋瓦瓦 不是一小时起跳 那他应该没有知道 没有 他抱歉差不多了 你有没有去过表餐 那个东京都市区的 西洋瓦瓦瓦 有有 他排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起跳 那想吃个松饼有多困难 难怪贵妇会包车去那边 都划算 对都划算 5分钟 对真的划算 它还有包箱的 如果人多的话 就可以进它包箱 哦那可以 喜欢吃松饼的 这很有名啊 因为大家去都会想要吃一下 对 是是是 然后还有BIOS的嘛 BIOS好像比较 比较少人知道 但其实比起西洋瓦瓦瓦 我比较喜欢那个BIOS 也不错 BIOS也不错 那种厚松饼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舒服蕾 舒服蕾 我觉得比西洋瓦瓦不甜 但你们是蚂蚁 你们可以喜欢甜一点的 都可以 我愿意尝试 我愿意尝试 甜的都可以试试 现在竟然是排爆 现在也是排爆了 好的 以上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来一些新的 日本旅游的小知识 是的 多出国 我们才有多的新知识可以吸收 有有 我们之后会去非常冷门的地方 好 那我们这个早时间 24小时 大阪应该要出发一下 要出发 讲很久 好啊 本来是上礼拜要去的 真的假的 那你就不去啊 我才刚去 你还真大哥 你那群组说可以啊 要的话我周末我可以哦 你有没有讲 还好我没讲 我没讲 你没有回嘛 对 我没跟他讲的 9月23 2223 6日要不要 他说我17刚回来 你不是要看马叔叔有没有空吗 马叔叔生小孩 他没空了 他已经没办法 他11月要生 他没办法了 要不要啦 一句话啦 24小时 我会被拦下来吧 你怎么进进出出 不会啦 他只是要翻很久 他想说你为什么要一直进进去 每次看免税 店员都翻很久 待会是哪一次 因为我帮他做一个标签 就是那一个好了 对啊 再约啦 再约啦 可以啦 感谢大家 有喜欢这一集话 有喜欢爸爸比多 聊聊聊 来五星好评留起来 留起来啦 好不好 下次再来 要聊一些宅话题 可以找他来 全套的勇者装备 一万块的 好谢谢 我们谢谢Bobby 我不太忙不太聊 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淘汰人电车是不是 淘汰人电铁啦 电铁啦 没有你下次要约他 可能你要先答应他 陪他去当勇者 我陪你当勇者 你陪我当母将 不要 我觉得我比较吃力 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们两个就不用跟他们 我们两个就不用我们的 我想穿穿看 可以啊 可以 有些城堡有 可以体验的 有些城堡有 对啊 好 要吧 要啊 好啊 现在好想去吃那个 再回去先抬一下 一达正宗 可以哦 现在有很多直飞先抬的 一达正宗 那个武将本人超帅 超帅 很多人讲过这件事 他本人很帅 是演他的那个 对演他的那个 而且他不是很多人换来换去 他就是他 自己结束不了 这个音乐很久了 好下次见了 拜拜 they 他是推不掉